霸天五魂,第2961章,新人弟子之王,作者,千里牧尘,杀了十三魔将,就意味着,灵霄跟魔龙剑庭之间,可能会彻底成为敌人,待在这里,很有可能会被杀了,幸好他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在距离这里数十里地之外,布置了一个单向传送门,只要在这里动用炼阵时,便可以直接传送离开。 就算是那其余的魔将,也不可能追上他,论逃命,不是他瞧不起谁,这里还真没人比得过他,但他并没有立即离开,因为他还存着一丝期望,其实刚刚十三魔将被神火灼烧的时候,他已经观察过魔将的看台了,其余十二个魔将,竟然并没有愤怒的表情,一瞬间出现的,都是庆幸与高兴,似乎这个十三魔将,很是不得人心啊。 你,你,你竟然杀了他? 第一魔将站了起来,看着灵霄,充满了震惊与不可置信。 没错,我杀了他,因为他要杀我。 灵霄的回答,非常简练。 你可知道,杀了他,便等于,和整个魔龙剑庭为敌。 第一魔将又道,听到他的话,灵霄就知道,自己或许不用逃了。 如果第一魔将要杀他,绝对不会问这些问题,更不会与他废话,而是会直接出手,将他擒了。 我相信那个卑鄙无耻的十三魔将,代表不了魔龙剑庭。 灵霄回答道,好,很好,哈哈哈哈。 其实这个十三,自从成为魔将之后,就越来越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不把魔龙剑庭的规矩放在眼里。 一直是胡作非为,导致弟子们怨声载道,魔龙剑庭的声誉也是每况愈下。 杀得好,你杀了他,不仅没错,而且非常好。 第一魔将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家伙还真够虚伪的,十三魔将活着的时候,明明不是这么想的。 现在十三魔将死了,居然立即就开始抨击。 毕竟一个死人,是没有价值的。 而灵霄则不然,虽然是利用了神火,将十三魔将杀死,并非常态攻击,或许再用,就无法成功了。 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加以培养,或许比十三魔将更加强大。 第一魔将自然希望,灵霄可以替代十三魔将的位置。 而且正如他所言,就连魔龙剑庭的魔主,都想要尽快除掉十三魔将。 只是碍于身份,怕被人说善杀功臣,才迟迟没有动手。 灵霄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帮了他们魔龙剑庭一个大忙啊,将毒瘤铲除了。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而且,他们越是表现的大度,就越能显示出魔龙剑庭的宽宏大量以及伟大。 这些,灵霄瞬间就分析透彻了。 正因为分析透彻,所以他才知道自己不仅不会死, 而且还会得到重用。 最起码表面上会是这样。 所以他已经放宽心了。 拥有被利用的价值,其实有时候也是活命的资本。 而此时,灵霄扬早已经史妙横流了。 是被吓得。 看到十三魔将的下场,他整个人已经完全失控, 仿佛疯子一样在那里大哭着。 深恐灵霄会突然出手,将他杀死。 不过他实在是多虑了。 对于这样一个废物,灵霄才懒得出手呢。 多谢第一魔将夸奖,晚辈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而已。 灵霄冲第一魔将拱了拱手道。 不用谦虚,你的确很出色,是上万年来最出色的入门弟子。 本作也相信你会有一个灿烂辉煌的未来。 好了灵霄,宣布吧。 第一魔将看向了魔使灵霄说道。 此时灵霄还猛着呢? 他本来以为灵霄死定了。 然而谁能想到,竟然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逆转。 灵霄没死,反而是十三魔将死了。 这也太过惊人了。 听到第一魔将的吩咐,他才回过神来,急忙宣布道, 浮空战场上留下的十三个人,除灵飞扬之外,将会有幸成为十三,不,十二位魔将的清传弟子。 到底会成为哪位魔将的弟子?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接下来,继续开始第一名的争夺。 大哥哥,我果然没看错啊。 你真的太厉害了,把那个魔将居然都给烧死了。 吓坏琪琪了,琪琪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吗? 萧琪琪这个时候也回过未来。 扑在了灵霄的怀里,哭了起来。 大哥哥可是齐齐地靠山,怎么会那么容易死呢? 灵霄抚摸着他的脑袋笑道。 这小丫头,真是个魔人的小妖精啊。 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十一个人,竟然同时宣布弃权。 跟灵霄争第一? 他们脑子没病吧? 灵霄可是连魔将都能杀死的人,除非他们脑子嗅痘了,才会那么做。 灵霄,你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我们自动退出。 说完话,十一个人全部跳下浮空战场。 其实这样的结果,也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 毕竟灵霄表现得有点太过强势了,还有谁敢跟他为敌啊? 大哥哥,齐齐也要下去了,反正齐齐也打不过你。 再说了,齐齐也不想跟大哥哥打。 说完话,萧齐齐从灵霄的怀里钻了出去,然后美滋滋地跳下了浮空战场。 战场之上,只剩下灵霄一人。 万众瞩目,以黑到底。 这匹黑马,从第一关到第三关,从被完全无视到三连贯,彻底实现了逆袭。 而他的修为,却是三十多万参赛者之中最弱的一个。 这种诡异的对比,让很多人都津津乐道。 而灵霄这个名字,也彻底成为了魔龙剑庭的传奇。 第一个连续打破三关记录。 第一个在入门考核上,以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前期,修为杀死魔将的可怕存在。 第一个杀了魔将,却还能活命地存在。 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而来的穷小子。 可是,却在堂堂魔龙剑庭掀起了一场奇迹风暴,令所有人为之震惊。 万里长征第一步啊,还早着呢。 当外人为他创造的奇迹感到无比震惊的时候,灵霄的心中却非常的平静。 他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可不只是这个。 新人弟子的第一,听起来好听。 但终究也只是新人而已。 魔龙剑庭十多万人中,那可是卧虎藏龙。 无数比灵霄强大的人都在开始关注他。 他以后的路会更有挑战性。 至于杀了魔匠,说到底不是他的真本事。 利用神火杀人,对方轻敌还好。 只要不轻敌,很容易就能躲过的。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962章。 意外,没人要的弃子。 灵霄很清楚,利用神火杀人,终究只是险招,并不保险。 所以他必须得更加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凭借自己的真本事,真正凌驾于魔匠之上。 好了,本次魔龙剑庭弟子选拔已经圆满结束。 共招收一百名弟子。 其中十三名将会直接成为核心弟子,成为十二位魔匠帐下的清传弟子。 不过,有一句话得提醒你们。 好的开始,虽然是成功的一半,但若是成为魔匠弟子之后,表现不佳,还是很有可能被别人替代的。 魔使灵庚的这番话,灵霄是完全认同的。 习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在暂时的领先,并不代表永远领先。 灵霄的很多敌人,以前都比他强大,还不是被他追上了。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满足于现状,所以懈怠了。 灵霄可不想犯下同样的错误。 接下来,前十三名弟子出列,接受十二位魔匠的选拔。 随着灵庚话音落下,包括灵霄在内的十三个人都站了出来,心情多少会有些激动。 毕竟成为魔匠的弟子,要比普通弟子好得多,简直可以说就是一步登天。 这种好事,可是不常见的。 他忽然瞥见了人群中有一抹冰冷的目光死死盯着他。 扭头看去,却发现是魔使陈元。 此时的陈元正在给灵飞扬运气疗伤。 看向灵霄的目光中,透着无比阴冷的杀意。 灵飞扬已经是个废物了,不足为虑。 但这陈元,还有那个灵璇,却不一样,不好惹啊。 不过他灵霄怕什么? 如果连这两个货色都怕,那还怎么谈前往斯大玉,迎娶月女的事? 现在他考虑更多的,反而是选徒的事。 本来十三个魔将,一人选一个刚好合适。 结果十三魔将被他灵霄给杀了。 接下来,该怎么选? 这十三个弟子之中,天赋肯定是有差异的。 从表面上来看,其余十二个人,每一个天赋都比灵霄强。 因为他们或者年龄与灵霄相当,或者比灵霄小,或者大一两岁。 但是,修为却比灵霄高不少,全部都是一转阴阳境十四层地域巅峰修为。 至于萧琪琪,就更了不得了。 十一岁的一转阴阳境十五层地域,修为五者。 无论是谁,似乎天赋都要强于灵霄,但这毕竟只是表面而已。 灵霄的修为,不过是被匮乏的修炼资源给耽搁了,但是他的积淀却更加牢固。 他的修炼基础,却是最好的。 无人能及。 这就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五者的好处了。 其实被哪一位魔将选中,灵霄都不会在意。 只要能通过魔将得到魔龙剑庭的资源,那就足够了。 这才是他的追求。 按照往常的规矩,十三位魔将都是从最强的第一魔将开始往下面顺着选。 所以,其实魔龙剑庭的十三位魔将顺序本来就是经常变更的。 谁更强,谁的号码就能排在更前面。 这一次,自然也是一样。 第一魔将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萧琪琪。 后面的魔将们虽然不痛快,但从第二魔将到第十二魔将, 还是选择了各自想要的弟子。 其实剩下的这十三个人之中,除了灵霄和萧琪琪之外,差别都不大。 选谁都没问题。 因此,魔将们在选人的时候,就是看谁更顺眼了。 唯有对第一魔将选择的萧琪琪,其余魔将是口水直流啊。 老大,你那天魔府天才就已经够多了,本就是十三魔将之中最强的。 如今又选了这么个天才,真得是让人艳羡,可让我们怎么追? 第二魔将极度地说道, 哈哈,老二,你也不要太在意了,你选的小家伙也不错啊。 而且天赋好的弟子,也未必将来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的。 第一魔将,也就是天魔将。 哈哈笑道, 这老家伙,笑得简直仿佛脸上开了朵花。 别提多得意了。 能不高兴骂他? 萧琪琪无论怎么看,都是十三个人里面最具天赋的一个。 虽然冠军是灵萧,可萧琪琪却更让人有培养的期待。 对了,新任十三魔将应该到了吧。 这个时候,有人说道, 嗯,咱们魔龙剑庭一直都有规矩, 魔将死亡或者背叛之后,自然会有副手继任。 本作已经通知了新任十三魔将陈罗。 天魔将点头道, 话音方落,便见艺人已经抵达。 昔日的十三魔将副手陈罗。 陈罗的年纪, 比之前的十三魔将要更小一些, 脸色有些发白, 好像身体不是很好。 实力比十三魔将要弱不少, 只是一转阴阳镜十六层地狱巅峰, 修为武者。 但比起魔史, 却要强大很多。 陈罗, 你来得正好, 这灵霄可是三关的冠军, 将来他就是你的弟子了, 好好培养。 第一魔将看向陈罗说道, 灵霄现在其实有点小郁闷, 他可是入门考核三关的冠军, 而且破了好几个纪录, 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选他, 反而要将他扔给, 这个新任的最弱的十三魔将陈罗。 看起来, 这些魔将对他的天赋, 实在是不看好啊。 当然, 估计跟他杀死十三魔将也有关系, 谁也不愿意, 收这么一个人为徒, 收了他, 就等于完全得罪了十三魔将的势力。 那十三魔将, 虽然声誉很差, 但后台还是有的,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一直霸占魔将之位, 没人敢将他除掉。 启离第一魔将, 属下是否有选择的权利。 陈罗看了灵霄一眼, 透着几分不屑和冷漠, 而后看向天魔将道, 当然, 你当然有选择的权利, 这种事儿, 没有人可以强迫的。 只是本作不明白, 就剩下灵霄一人了。 你还想选谁? 天魔将好奇地问道, 我可以不选吗? 陈罗问道, 这个, 这个好像也可以, 毕竟清传弟子, 关乎到每一个, 魔将府未来的发展。 你不喜欢, 自然可以不选。 天魔将愣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道。 那好, 我放弃选择前十三名的权利, 在我看来, 林飞扬的天赋, 比这个灵霄要好得多。 虽然不知道, 这灵霄究竟是凭什么手段拿下了冠军, 破了记录。 但我不喜欢他, 也不看好他。 我还是选林飞扬, 成为我的弟子吧。 陈罗非常认真地说道, 他的态度,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瞧不上灵霄, 认为灵霄不如林飞扬。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63章, 你们这些魔将, 没有眼光。 哎呀, 没想到啊, 还可以这样。 第二魔将一拍大腿, 顿时后悔不已。 要知道, 从整个考核过程来看, 除了萧琪琪之外, 就属林飞扬天赋最好了。 如果他早知道可以这样的话, 直接选林飞扬, 那多好, 也不用选一个不怎么看得上的人了。 后悔, 很后悔呀。 其余几个魔将, 也同样后悔。 林霄放在那里, 他们没有丝毫选择的意思, 反而错过了林飞扬, 他们后悔不已。 看得出来, 在他们眼里, 林飞扬的未来, 依然比林霄的未来, 要好得多。 林霄的脸色, 有些难看, 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没想到, 竟然没有一个伯乐, 真是可笑。 也罢, 没人选我, 我自己努力就是。 如果有朝一日, 让我踩在你们的头上, 看你们还敢小瞧我吗? 本来, 他是打算离开的, 可是不服输的他, 却不想如此灰溜溜地离开。 他夺取了三关的冠军, 却沦落到无人选的地步, 肯定会有无数人被地里嘲笑他。 就这么离开, 真得太窝囊。 他要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己, 就算只是魔龙剑庭的一个魔人, 普通弟子, 他也可以创造出一片辉煌。 陈渊, 把林飞扬带过来。 陈罗看向了人群中的陈渊说道, 是, 三叔。 陈渊冷笑着看了林霄一眼, 朝着陈罗走去。 他的这一声称呼, 让林霄终于明白了。 搞了半天, 陈罗是陈渊的三叔, 而陈渊正在追求林玄。 他们怎么可能会选他林霄啊? 自然是要选林飞扬了。 林飞扬, 你愿意做我十三魔将陈罗的清传弟子吗? 陈罗看着林飞扬, 朗声问道。 林飞扬原本如同死灰一般的眼神, 瞬间就活了过来, 而后充满了惊喜。 我愿意, 他要报仇, 要报仇, 就不能缺少名师指点。 虽然陈罗的修为不如其余十二位魔将, 但也就差一次突破而已, 说不定哪天就追上了。 当然最关键的是, 十三位魔将在自缘待遇上是一样的, 只要成为陈罗的清传弟子, 他相信以自己的天赋, 肯定可以将林霄扔得很远。 将来报仇的时候, 把握会更大。 好。 很好。 本座日后就是你的师尊。 今天你输给了那个林霄, 只不过是因为没有掌握战斗技巧而已。 你的天赋远在他之上。 为师可以肯定, 最多一年时间, 你就会成为魔龙剑庭最顶尖的弟子之一。 到时候, 一根手指都能轻松碾死那个林霄。 陈罗放声大笑。 原十三魔将可是他的上司, 对他不错, 却被林霄所杀。 他对林霄的厌恶, 可不是一点点呢。 听到了吧, 林霄, 你拿到了冠军又如何? 你成为世上最优秀的新人弟子又如何? 你终究还是不如我。 没了好的师父, 你拿什么跟我比? 以你的天赋, 自己修炼, 恐怕十年也不可能修炼到 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吧。 你记着, 我与你的账, 以后再算。 林飞扬这家伙, 真得是给点阳光旧灿烂的活。 被陈罗选中, 被其余魔将看中, 他心里头格外兴奋, 竟然不由自主地向林霄炫耀起来。 他希望看到, 林霄痛苦, 绝望, 愤怒的表情。 但他看到的, 却是一张淡定的脸。 说完了? 林霄轻蔑地说道, 别说给你一年, 就算给你一百年, 你依然是个废物。 我林霄还真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即便只是魔龙剑庭一名普通弟子, 我也会成为最优秀的一个, 凌驾于所有核心弟子之上。 你们这些魔将没有眼光, 可别后悔。 对于他这样的话, 魔将们倒是没有生气, 只把这当作了林霄不甘心地怒吼而已。 但他们却并不知道, 他们真得是瞎了眼。 树子, 你口气很狂妄, 不过也只有现在了。 一年之后,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绝望了。 林飞扬, 跟为师走! 陈罗冷漠地看了林霄一眼, 转身离开。 他不想待在这里, 主要是怕其余魔将眼红, 把林飞扬给抢了。 这可是他占的最大的便宜了, 绝对不能让出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林霄。 有嘲讽, 有同情, 也有非常复杂的表情。 在他们看来, 林霄真得无比悲剧, 辛辛苦苦成为了第一名, 成为了冠军。 结果却成了没人要的气子。 然而林霄的表情, 却一如既往的淡然。 他所需要的, 只是魔龙剑廷的武学和资源而已。 至于师父的指点, 他完全不需要。 因为他的太极眼, 足够分析任何武学。 实在不行, 还有原尊呢。 就魔龙剑廷这几个魔将, 他还真不看在眼里。 那陈罗不选他, 其实他倒是挺高兴嘛。 否则那家伙, 还不知道要怎么整治他呢。 天魔将, 能否让林霄跟着属下? 突然, 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是魔使林庚。 林庚可是看着林霄从第一关走到第三关, 并且最终夺冠的。 甚至还利用神火, 杀了原十三魔将。 如此出色的一个人, 竟然会被抛弃? 他不能理解。 所以, 他要让林霄跟着他。 虽然魔使是没权利收徒的, 可是他隶属于天魔府。 只要林霄成为他的属下, 那么, 就算是天魔府的普通弟子, 总比没人要好得多。 这个当然可以, 只不过就怕林霄不愿意啊。 天魔将看向了林霄说道, 我愿意。 林霄毫不迟疑, 就点头了。 这个魔使林霄的为人, 他还是非常愿意信任的。 从第一关开始, 林霄就很器重他。 相信跟着林霄, 绝对不会差的。 大哥哥, 我也要跟着你一起。 萧奇奇突然说道, 别胡闹, 天魔将可是十三位魔将之中最强的一个。 跟着他, 你才有前途。 而且, 大哥哥, 我跟着灵灯魔使, 也算是天魔府的一员, 咱们会见面的。 林霄立即阻止了萧奇奇的胡闹。 他可以不怕死, 但不能让萧奇奇跟着一起找死。 大哥哥, 你没骗我? 萧奇奇歪着脑袋问道, 你林霄哥哥当然没骗你了。 天魔将很满意林霄的做法, 所以对林霄的态度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那就好, 我跟着这位老伯伯修炼就是, 但大哥哥你一定要常来看琪琪啊。 萧奇奇这才乖巧地说道, 好了, 林羹, 你带着萧奇奇和林霄一起回天魔府, 本作还有点事情要去给魔主汇报。 天魔将终于送了口气, 故意创造给萧奇奇和林霄待在一起的机会。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964章, 在嘲笑与蔑视之中前进。 弟子分配完毕, 林霄也获得了赢得的奖励。 总共是三百万中品灵石。 虽说没能成为魔将的清传弟子, 不过这笔丰厚的中品灵石倒是让其余人眼红了好一阵子。 这样一大笔灵石, 对于林霄而言, 不管是拿来修炼, 还是制作炼阵石, 都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了。 果然来到建王朝的选择是没错的, 对他修为和心智的磨炼都是极为重要的。 其实有很多像他这样的舞者, 在小地方十分厉害, 那绝对是顶尖天才。 然而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瞬间就变得与普通人无异, 甚至被别人认为是废材。 巨大的心理落差, 导致了很多这样的天才折戟沉沙, 最终泯然众人。 不是他们天赋不行, 而是心理素质太差, 经历的磨难太少, 不够坚韧。 林霄则不然, 面对别人的嘲讽和轻蔑, 他直接一笑了之。 未来, 会说明一切的。 等他和林庚前往天魔府的时候, 关于入门考核的事情, 也迅速传播了出去。 不仅仅是魔龙剑庭内部, 还传到了外面。 林霄这个三贯王大起大落的经历, 则更是被有心人绘声绘色地加工了一番, 让他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笑柄。 不自量力的典型, 被所有的魔将抛弃, 甚至连自己击败的对手都得到了魔将赏识。 而他自己, 却只能委屈成为一个魔使的手下。 可悲, 可怜, 可叹。 要说林霄对此没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他也觉得不爽。 虽然他并不在乎是否成为魔将的弟子, 可是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却没有得到。 这让他不能接受。 所以, 他把这个不爽暂时压制在了心里, 他要在未来的修炼之中, 狠狠地抽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的脸, 让他们明白, 他们做了一个多么错误白痴的选择。 重烂食而轻美欲, 这就是那些魔将的做法。 哼, 刚杀了十三魔将, 先暂时低调一点吧。 不过, 等我林霄强大起来。 什么林玄, 陈元, 陈罗之流, 又算得了什么? 至于那林飞扬, 更是个笑话。 林霄跟在林庚身后,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那是自信的笑意,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意。 别人越是轻视他, 越是打压他, 他就越要奋起反抗, 做出一番成绩来。 天魔府, 在魔龙剑庭之中, 靠近山谷最深处。 据说在天魔府的更深处, 就是魔主府。 这个山谷, 明显是越往里面, 天地灵气就越是充沛。 单从这一点上来讲, 林霄成为林庚的手下也不亏, 虽然没有魔将清传弟子那么多的优势, 但最起码待的这个地方不错。 一路上, 走来很多天魔府的弟子, 这些人早就知道了弟子选拔的结果。 他们对萧琪琪都非常关注, 甚至投去了谄媚的笑意。 因为萧琪琪会成为天魔将的清传弟子, 将来的地位绝对比他们更高。 要巴结, 还是趁早。 至于林霄, 他们倒也是看了几眼, 因为他们很想知道, 究竟是哪个倒霉蛋明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却让十三位魔将都嫌弃不已。 难怪了, 听说他都十六岁了, 却只有那么点修为会被瞧不起也正常。 天赋不行, 现阶段再厉害也没意义啊。 听说他击杀了十三魔将呢。 那算什么? 我听人说, 他用了可以释放神火的法宝。 而且是一次性的法宝, 威力很强, 但一次也就结束了。 那又不是他的实力。 怪不得呢, 我就说嘛, 以他的修为, 怎么可能是十三魔将的对手? 诸如此类的议论之声, 在林霄的耳边就从未停止过。 萧琪琪想要替林霄辩驳, 但却被林霄阻止了。 因为没有意义。 现在争辩, 即使赢了, 也只能是一时的爽快。 只有实力真正强大了, 那才是根本, 到时候这些人会屁颠屁颠地过来巴结的。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有如此坚韧的心智。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林更回头说了一句, 别人怎么想他不知道, 但他一直觉得, 林霄的天赋, 甚至比少魔主蓝帝美臣更加出色。 多谢魔使夸奖,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林霄从来都不会让关心他的人失望。 黑夜无形如此, 陈不易也如此。 我当然知道, 你不会让我失望, 不过有一点, 我必须得提醒你。 七十二魔使之中, 有十二个都隶属天魔府, 其中便包括了魔使林玄和魔使陈元。 林玄负责的是普通弟子平常的修炼, 陈元负责给普通弟子指派任务。 他们两个哪一个都不会让你好过的。 不过你比较幸运的是, 我负责的是普通弟子的奖励。 所以, 在奖励方面,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现在, 我们要去见一下林玄和陈元, 待会儿你表现克制一点, 没必要现在就跟他们闹僵。 林庚突然很认真地说道, 竟然这样。 林霄皱了皱眉, 但玄机, 眉头又舒展开了, 既来之则安之,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难道还怕两个魔使不成? 想到这里, 他便点了点头, 继续随同林庚一起去见林玄。 天魔府中, 普通弟子的居所, 都是成牌的木制建筑物。 在居所附近, 便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演武场。 这里只有普通弟子会来修炼, 而魔匠的清传弟子, 则都有各自专属的别院, 似乎每个宗门都是如此。 琪琪, 你也要跟我一起去吗? 林霄见萧琪琪一直跟着, 忍不住问道。 大哥哥, 反正那个老伯伯还没回来, 琪琪就是去认一下路, 以后也能尝来。 萧琪琪笑道, 林萧琪是明白, 萧琪琪是担心她受委屈。 不过这小家伙跟着, 又有什么用呢? 林璇应该也不会给她面子的。 当然, 她这话没说出来。 很快, 三个人就来到了普通弟子的训练场所。 林璇此时一身假咒, 倒也颇有些女中豪杰的引起。 至于那些普通弟子, 则正在抓紧时间修炼, 有的在对打, 有的在盘膝酝酿内力。 没有一个人浪费时间, 因为努力, 就有可能成为清传弟子。 这些普通弟子, 每一个的修为也比我强, 果然不愧是魔龙剑庭, 厉害。 林璇看着这些人, 心中不由感慨起来。 这些人, 随便拉一个去昔日的陈国, 或者火山国, 那都是绝对的顶尖存在。 现在却只是普通弟子。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65章, 自投罗网, 魔使林璇的恨。 林璇, 林骁以后就是天魔府的普通弟子了, 修炼方面的事情, 还要仰仗你。 林庚走过去, 冲林璇打了声招呼。 哼, 果然还是战斗力不足嘛。 第三关的时候, 表现很差吧?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林璇看到林骁, 不由露出了细血的笑意道, 不过小家伙也不要灰心丧气。 实战能力差, 我会好好教你的。 对了林庚, 我弟弟林飞扬呢? 天魔将选了这个小丫头, 做青传弟子。 难道我弟弟被第二魔将选走了? 很显然, 林璇似乎误会了什么, 对林骁的敌意, 没有之前那么浓吗? 不过, 要是他知道真相, 恐怕就不会这样了。 你弟弟林飞扬可是一块宝啊, 除了天魔将之外, 其余十二位魔将那可是都在争抢, 不过终究还是被新任魔将陈罗给抢走了。 林庚笑着说道, 竟然是陈叔叔, 这样也好, 陈叔叔会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我那弟弟, 必然可以礼于月龙门, 一飞冲天的。 只是我有些不太明白, 我弟弟应该是第三关的冠军吧, 就算天魔将不选, 第二魔将应该也会选的吧。 怎么回事? 林璇这问题, 倒是一下子把林庚给问住了。 林庚有些担忧, 一旦林璇知道真相, 会不会现在就把林骁给弄死了? 不过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萧琪琪却笑着说道, 他可不是第三关的冠军。 他不是第三关的冠军? 那谁是? 林璇忽然看向了萧琪琪, 仿佛瞬间明白了什么。 对了, 一定是你这小丫头对吧? 难怪天魔将会选你。 哎, 我那弟弟天赋不错, 不过跟你这小丫头相比, 确实差点。 说给你, 我是福气的。 错了错了, 才不是琪琪呢? 第三关拿到冠军的, 可是我大哥哥。 应该说, 三关的冠军, 都是他。 只不过, 你们魔龙剑庭的这些魔将, 好像眼光都不怎么样, 竟然没人选我大哥哥。 那个陈罗, 居然选了被淘汰掉的林飞扬, 真让人无法理解。 萧琪琪到底年幼, 口无遮拦, 连魔将都给顺带着鄙视了。 什么? 竟然是这样? 林璇看向林霄的眼神, 骤然间变得杀气腾腾。 林璇你要干什么? 虽然林霄不是天魔将的清传弟子, 但也是天魔府的弟子。 你敢动他, 便是与天魔将过不去。 林庚急忙挡在了林霄身前, 他能感觉到, 林璇身体里迸发出来的那股可怕的杀气。 那是真正想要杀死林霄的感觉。 你放心, 我不会杀他的。 他的命, 我要留给我的弟弟。 再说了, 一个失败者而已。 赢了三关又如何, 还不是被魔将们瞧不起的废物。 我倒是能够理解魔将们的选择。 以你这个年纪, 才达到这样的修为, 恐怕以后修炼, 只会停滞不前。 很快就会被其他人超越。 你现在的强大, 不过是暂时的强大而已。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弟弟林飞扬, 就会在陈罗魔将的栽培之下, 一飞冲天。 被我弟弟击败, 甚至击杀, 你就没有怨言了吧。 林玄突然露出了不懈的冷笑道。 这样最好, 那么林玄, 林霄就先交给你了。 他的居所以及修炼安排, 都有你负责。 希望你不要做出一些, 有为天魔府规矩的事情。 不然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天魔将大人的, 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林庚不可能一直保护林霄, 毕竟在天魔府, 魔使们都各司其职。 他也有自己的事情去做。 萧琪琴, 咱们走吧, 我带你去青传弟子住的地方。 林庚深深地看了林霄一眼, 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相信, 林霄一定会遭受到林玄的压制, 虽然不会死, 但肯定会处处撤走的。 不过, 林霄能否真正成为一个脱颖而出的天才, 就看他能不能突破这些障碍了。 真正的天才, 每一个都是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崛起的。 那些温室之中崛起的所谓天才, 凋落的速度一般都比较快。 萧琪琪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林霄, 最后才依依不舍地跟着林耕走了。 本来以为林耕走了之后, 林玄就会找麻烦。 不过并没有。 林玄吩咐一名弟子, 带着他去了居所。 让他先休息一下, 之后便要去接受魔龙的洗礼。 关于这个魔龙洗礼, 林霄来魔龙剑庭之前, 就已经搞清楚了。 还是萧琪琪告诉他的。 为了确保魔龙剑庭的所有弟子都忠诚。 但凡加入魔龙剑庭的弟子, 无论清传还是普通, 都要接受魔龙洗礼。 这所谓的魔龙洗礼, 是一股很可怕的禁止能量, 有点像林霄的射魂。 但却更为可怕。 被魔龙洗礼之后的武者, 可以得到魔龙赐予的能量, 但是却从此无法背叛魔龙剑庭。 一旦背叛, 魔龙静置便会直接启动, 废掉武者的修为, 甚至直接将武者杀死。 我就说嘛, 现在的大宗门都鬼得很, 出现了那么多背叛宗门的事情, 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 改变这种情况的。 居所之内, 只有林霄一人, 所以他干脆将小金放了出来。 说话的, 正是小金。 无妨, 那个魔龙静置, 说到底, 也不过就是灵魂静置而已。 对我没有任何伤害, 反而会刺激我的潜能, 促进我的修为提升。 林霄笑了笑道, 我现在担心的, 倒不是这个, 反而是那个林玄。 那女人嘴上说得好, 但肯定会丢失绊子的。 老大, 要不要先把这女人干掉? 小金突然说道, 咱们两个联手, 再利用神火将其烧死, 我看还是有五成胜算的。 杀了他, 我就真没办法再在这里待了。 毕竟他跟元十三魔将不一样, 不仅不被人厌恶, 反而还有很多人很喜欢他呢。 而且, 我不会在魔龙剑亭待太长时间的, 只要吸收了那龙龟之力, 得到龙骨, 我就离开。 在这样不开心的地方, 他怎么可能待太长时间, 如果不是冲着龙龟, 他现在就想走了。 也是, 还是老大你考虑的周到。 不过接下来这段日子, 你就得被那小娘皮折磨了。 小金无奈道, 嘘, 他来了。 灵霄突然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将小金重新收回授戒之中, 心中却冷笑了一声, 灵璇想要折磨他, 也没那么容易。 他灵霄岂是那种随随便便吃亏的人。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66章, 九层妖塔, 灵璇直接就推门走了进来, 完全没有敲门的意思。 哼, 魔龙剑庭的魔使, 就这么没有规矩吗? 进别人的居所, 竟然连门都不敲, 这么多年白活了吧? 灵霄经历了那么多事, 最清楚的一点就是, 你越是认怂, 越是服软, 别人就会欺负你越厉害。 所以面对灵璇, 他没有任何服软的意思, 该说什么, 就说什么。 反正灵璇对他的态度, 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灵璇站在那里, 冰冷如刀的目光, 死死盯着灵霄。 恐怖的气息, 完全释放了出来, 如同魔鬼, 一把掐住了灵霄的脖子。 给灵霄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 他这分明就是, 要给灵霄一个下马威。 臭小子, 听说你杀了元十三魔将, 真以为这样, 就可以在我面前嘚瑟了吗? 灵璇冷冷言道, 灵霄不懈道, 我嘚瑟? 魔使不敲门, 随便闯进我的居所, 反倒是我的不是了。 你敢顶嘴, 就是你的错。 灵璇冰冷的声音, 如同刀子一般, 在灵霄的耳膜之中, 疯狂旋转。 搞得灵霄很不舒服。 这女的虽然霸道, 但的确强大, 这一点, 灵霄也不得不承认。 但这样, 他就需要认怂吗? 当然不会。 你可以再威胁我试试, 看看你会不会成为元十三魔将, 那样的下场。 泽泽, 被烧成黑炭的样子, 倒是可惜了你这张脸了。 灵霄运转内力, 强行站了起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灵璇, 完全没有退缩的意思, 反而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你站住! 灵璇反而后退了一步。 他果然还是怕, 怕灵霄的神火。 虽然那神火灵霄未必还有, 可他不想冒险。 滚出去, 敲门! 灵霄继续走着, 声音更为冷漠。 右手之上, 骤然浮现出一团炽热的火焰。 正是三昧真火。 既然要装枪做事, 那就索性玩大一点, 让这灵璇最好不敢对他动手。 这样, 他也会更安全一些。 你不要太过分了。 得罪了我, 你可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吗? 灵璇有点色力内人。 你倒是告诉我, 会是什么下场? 灵霄轻蔑地笑道, 并且继续朝灵璇走着。 灵璇不断后退, 已经到了居所门外。 他的脸, 无比战红, 双眼之中的杀意, 攀升到了极致。 可他就是不敢出手。 看着灵霄双手之中燃烧的可怕神火, 他非常忌惮。 虽然说他杀死灵霄的几率更高, 可是万一被神火烧着, 那就太不划算了。 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反而更怕死, 他觉得这样做不划算。 算你小子狠, 不过你记住了, 以后你在魔龙剑亭, 没有好日子过了。 灵璇咬了咬牙, 心想着自己或许该找一件防火的法宝了。 不然这灵霄还真仿佛刺猬一般难弄。 就算他是猛虎, 也要忌惮不已。 想到这里, 他不得不转身离开。 这笔账, 他已经记在了心里。 看灵璇走了, 灵霄突然关上门, 虚脱一般坐在了地上, 满头都是冷汗。 刚刚他看似轻松, 但实则却是危险得很。 如果灵璇不是那般胆小, 真得对他出手的话, 那他就只能逃了。 神火本身就很难操控。 即便是他, 也只有在炼丹的时候才能完美驾驭, 攻击的话, 光凭九龙神火罩是不行的。 这九龙神火罩的武学档次, 还是太低了。 靠着他操控神火攻击, 那就跟抽奖差不多, 概率极低。 灵霄最不喜欢的, 就是把自己的命运 堵在这种虚无缥缈的概率上面。 太不保险了。 灵璇走后没多久, 灵羹就来了。 你没事吧? 灵羹进门的第一句话, 就是询问灵霄是否有事。 他来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听说灵璇找个灵霄了, 所以有些担心。 没事, 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灵霄笑了笑, 灵羹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兄长一般, 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 虽然有人要与他为敌, 但也有灵羹和肖琪琪这样的人来关心他。 或许生活就是如此吧, 有恨你的人, 也有爱你的人。 奇怪了, 难道灵璇那家伙转型了? 竟然没有揍你? 灵羹挠了挠头, 十分不解。 不过看到灵霄没事, 他也就放心了。 是这样的, 我刚刚完成了任务, 就风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主要是想给你说说, 这魔龙剑庭的情况。 你毕竟是我选中的, 如果我可以收徒的话, 一定选你, 做金传弟子。 灵羹笑着说道, 多谢魔使关心。 灵霄心中很温暖。 别那么客气了, 直接称呼我灵大哥就行, 我比你虚长几岁, 做你大哥没问题吧? 灵羹笑道。 当然没问题了, 灵大哥。 灵霄道。 好, 那么老弟, 现在你听我仔细说。 在咱们魔龙剑庭, 最神秘, 最神奇的地方, 便是九层妖塔。 这九层妖塔, 位于魔龙剑庭最深处。 其中, 魔主府就在九层妖塔的最顶层。 九层妖塔的每一层, 都是一方小天地。 外面看着不大, 但里面却是别有一番洞天。 那里可是魔龙剑庭最佳的修炼之地。 每一层都会有不同等级的妖兽存在, 所以才会被称为九层妖塔。 第一层的妖兽, 大多都是一星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巅峰以下。 第二层的妖兽, 则是一星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期实力。 第三层的妖兽, 是一星阴阳镜十五层地狱中期, 后期实力。 第四层的妖兽, 则是一星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巅峰实力。 第五层没有妖兽, 是一个战场。 魔龙剑庭的弟子, 经常会在里面分成两派进行战斗, 近乎实战的战斗, 非常刺激。 至于第六层, 第七层和第八层, 连我也没去过。 究竟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了。 九层妖塔, 真得是好霸道的名字。 看起来, 以后想要战斗, 也不用去外面寻找妖兽了。 只需进入九层妖塔, 便可以找到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妖兽来对战。 灵霄心中惬意, 这或许就是宗门的好处吧。 一个人在外, 那可没这么便利。 因为野外的妖兽, 可不分地狱的, 很可能会遭遇到自己无法对付的妖兽, 那就危险了, 也不方便修炼。 这九层妖塔共有九层, 前五层和最后一层的情况, 灵霄知道。 但六, 七, 八层, 竟然连身为魔使的灵羹,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看起来, 只有魔将级别的人, 才有资格前往吧。 说不定, 那三层, 才是魔龙剑亭的真正境地。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67章, 九师兄, 灵霄并未发现, 魔龙剑亭之中, 有类似藏书阁之类的地方。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九层妖塔六, 七, 八中的某层, 应该就是魔龙剑亭所有武学藏纳的地方。 看起来, 这九层妖塔, 是肯定得闯一闯了, 不管是为了提升修为, 还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武学。 林大哥, 如果我想进入九层妖塔,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林霄问道, 前五层, 基本没有要求, 只是普通弟子, 进入的话, 需要缴纳一定量的零食。 而清传弟子, 就没有那个要求了。 而且你应该明白, 修为达不到, 如果贸然进入与自己实力不对等的层数, 那是绝对会没命的。 灵灯说道, 以你如今的修为, 进入第一层或者第二层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第三层就太凶险了, 对于你的修炼不仅不会有任何帮助, 反而会让你丢掉性命。 多谢林大哥提醒, 我自然知道自己的水平, 第一层对我而言没有多大帮助。 我想真要去的话, 还是直接去第二层吧。 灵霄想了想到, 嗯, 你虽然看起来似乎很莽撞, 但实际上每一件事情, 似乎都是经过仔细思考的。 去九层妖塔也好。 宗门有规定, 待在九层妖塔之中的弟子, 是不用听命于魔使支配的。 除非魔将发令。 当然, 在九层妖塔之中修炼, 除了进入要缴纳零食之外, 每隔上一段时间, 还需要缴纳零食, 这个时间一般是三个小时, 所以, 你最好储备好足够的零食, 不然会被直接踢出来的。 我知道了, 对于灵羹, 灵霄真得非常感谢, 如果不是他, 灵霄绝对不可能知道, 这么多有关九层妖楼的事情。 行, 那你继续修炼吧, 我走了。 灵羹说完了自己要说的事情, 也没有多做停留, 转身离去。 灵霄坐在那里, 仔细盘算了一下。 如今, 自己来玄武大陆之后, 学习的武技已经严重之后了, 除了真魔见地, 还凑合能用之外, 其余的武技, 基本上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 光影奥义的那些武技, 虽然能够使用, 但自己跟玲珑宫等九尊势力, 都有仇。 一旦用了光影奥义的那些招式, 绝对会被盯上了。 得罪一个剑神殿, 就已经很头疼了。 要是再被那些家伙盯上, 那他真要更辛苦了。 所以能不用, 尽量不用。 当然, 他还有紫神神通, 以及兽魂的附带技能可以用。 这些都是, 随着他修为提升, 而不断提升威力的技能, 不会滞后。 还有就是永生意。 这个也不属于常态武技, 万一用出来, 被永生宫的人识破了, 也会很头疼的。 作为储备能力来用, 反而可以成为骑兵。 因此他现在, 非常饥渴, 非常希望可以得到魔龙剑庭的武学。 学习到更高明的武技, 再将修为提升到 一转阴阳镜, 一转阴阳镜十八层地域。 应该就可以尝试前往死亡境地, 通过那里, 抵达四大域了。 以他如今的实力, 也就只能用神火下火下火魔使灵循了。 真打起来, 他根本没有胜算。 当然, 现阶段这路还得一步一步走, 修为还得一步一步提升, 一口气吃不成的胖子。 现阶段的目标就是, 尽量提升修为, 争取可以得到龙规之力。 如果那样的话, 他的修为, 或许会有一个长足的提升。 强敌环思啊, 我不努力, 又怎么能行? 看着窗外漆飞的夜空, 灵霄咬了咬牙。 修炼之中的时间, 往往过得非常快。 一眨眼, 就已经到了第二日。 灵霄却依旧沉浸于修炼之中, 没有苏醒。 一晚上的修炼, 让他修为海的能量, 巩固在了七成左右。 相信接下来, 只要能够吞噬吸收, 那魔龙静致的能量, 修为一定就可以突破。 修炼正进行到关键时候, 灵羹突然来了。 灵霄睁开了眼睛, 好奇地问他究竟什么事情。 你怎么还待在这里啊? 灵霄难道没有告诉你, 今天要参加魔龙洗礼吗? 天魔府的规矩可是很严格的, 如果迟到的话, 必然会遭到重罚。 灵羹急切地说道, 那个臭婊子, 根本就没有告诉我。 灵霄的脸色, 有些难看。 这个灵玄居然已经开始坑他了。 先别骂了, 赶紧去吧, 现在应该还来得及。 灵羹催促道, 嗯, 多谢灵大哥。 灵霄点了点头, 施展魔龙幻影身法, 窜出了居所, 直奔魔龙洗礼之处而去。 那个地方, 他只需用太极眼一看, 便知道位置了, 因此也没有问灵羹。 灵霄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已经是最后一个, 但他可以确定, 自己没有迟到, 只不过是掐着点道的。 别的新加入天魔府的入门弟子, 都已经到了。 萧琪琪看到他, 就急忙窜了过来。 大哥哥, 你怎么才来啊? 急死我了, 差点以为你不来了呢。 怎么会? 灵霄笑道, 天魔府的大事, 我哪里敢耽搁? 你, 过来! 突然, 一个阴冷的声音响起, 竟然透着几分杀气。 这让灵霄十分不解, 自己这又是得罪哪位大爷了? 他抬头看去, 却见是一个十六岁, 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 少年一头银发披肩, 颇有几分俊朗, 而且实力也很强。 灵霄可以确认, 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你在叫我? 灵霄问道, 除了你, 还有谁? 这么晚来, 如此没有规矩。 那少年冷冷道, 我不是没迟到吗? 灵霄辩解道, 你对自己的要求, 就那么低吗? 没迟到就足够了, 以后天魔府要是还有什么事情, 必须最少提前十分钟抵达。 难不成, 还让我们这些清传弟子等你? 那少年说话的时候, 鼻孔几乎都要朝天了, 那叫一个趾高气昂。 这人谁啊? 灵霄问萧奇奇道, 大哥哥, 你还是别得罪他的好, 这人是我师尊的其中一个清传弟子, 嗯, 对了, 是我的九师兄。 九师兄跟大哥哥你一样, 也是曾经的入门选拔总冠军, 拿到了三连冠。 当然了, 没有大哥哥, 你破得那么多记录, 不过他当年的修为, 就是一转阴阳境十五层地狱前期, 如今过去两年, 修为已经提升到了一转阴阳境十五层地狱后期, 这种实力, 都快赶上魔使了,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呢。 萧奇奇兴奋地介绍到,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68章, 吞沙魔龙, 突破修为。 听萧奇奇介绍自己的时候, 那少年脸上得意的表情更浓了, 对不住了这位清传弟子, 下一次我会来早一点的。 林萧拱了拱手道, 这一次是被林玄的女人坑了, 否则也不会来这么晚, 这样就完了。 现在, 立即向我道歉。 少年冷冷道, 九师兄, 行了吧, 大哥哥又没迟到, 还是赶紧去魔龙洗礼之地吧, 不然会错过时间的。 萧奇奇替林萧求情道, 他要是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那少年的表情反而更加难看了。 林萧大概明白了,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红颜祸水吧。 萧奇奇虽然年幼, 但已经有了美人胚子, 而且天赋又那么好。 不光林飞扬看上了, 就连这个少年, 也似乎对萧奇奇有了想法。 本来他没迟到, 这少年也不会说什么。 可偏偏萧奇奇对他表现得那么热情, 这少年肯定要找茬的。 想通了其中的原委, 林萧对这个少年, 也多了几分鄙视。 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 道歉? 门都没有。 林萧看着那少年道, 你这是欠收拾。 少年看着林萧, 脸色阴沉下来, 如果你知道我方飞云的脾气, 就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了。 说话间, 他骤然身形一闪, 已经到了林萧身前, 右手一扬, 就朝着林萧的脸上抽去。 哼! 林萧的身上, 突然燃烧起了可怕的火焰。 正是神火。 九龙神火罩有个特点, 可以用上神火包裹全身。 这样一来, 就算打不过对方, 也不怕对方来打。 除非对方有火系的武魂, 或者说有某种闭火的法宝, 不然的话, 敢碰他, 那就有罪瘦了。 方飞云的手掌原本距离林萧不到三寸, 却骤然收力, 身体反而被自己的内力震退, 嘴角溢出了一抹血丝。 有点狼狈。 我现在了解你了, 有点实力就狂妄自大。 欺凌若小。 林萧看着方飞云, 冷笑道。 你很好。 方飞云将暮火和一口鲜血咽了下去。 面对神火包裹全身的林萧, 他暂时还真没想到合适的攻击办法。 远程攻击虽然不怕神火, 可他并不擅长。 看起来, 得弄到一件火系的防御法宝了。 林萧不知道, 他的神火让魔龙剑亭这段时间里, 火系防御法宝的价格上涨了最少一百倍。 简直就是价值连城。 我当然很好。 林萧冷笑道。 你…… 方飞云差点被直接噎死了。 好了九师兄, 赶紧进行魔龙洗礼吧。 你再找大哥个麻烦,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呀。 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还是要跟你打一架的。 萧琪琪有点生气了。 方飞云健壮, 虽然心中恨得牙痒痒, 可是终究还是不想得罪萧琪琪。 一来, 他对萧琪琪有想法, 自然要尽量在萧琪琪面前表现好一点。 二来, 萧琪琪现在可是天魔将, 也就是他师尊面前的第一红人, 得罪了, 对他也没好处。 无奈, 他只能带着众人前往魔龙洗礼之地。 魔龙洗礼之地, 一百个新加入魔龙剑亭的弟子都已经到了。 其中当然也包括林飞扬在内。 不过这个时候, 有各自魔将府的清传弟子带领, 也没人敢闹事。 一百个人被送进了一个漆黑的洞穴。 洞穴之中。 然后, 这洞穴之内, 便传来了真正魔龙嘶吼之声。 而后, 一股可怕的力量, 便注入到了每个人的灵魂海中。 企图在每个人的灵魂海之内, 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记。 那便是魔龙静致的标志。 林霄启荣这种事情出现。 他的灵魂海内, 一个可怕的黑影浮现, 正是霸天武魂本尊。 面对一头从外面闯进来的魔龙, 竟然好像抓蚯蚓一般, 将这魔龙捏了起来, 直接捏碎。 机会来了, 把这魔龙的能量, 全部吸收了。 在破除了魔龙静致的一瞬, 林霄骤然释放出了滔铁巨兽。 大量的魔龙能量, 如同滚滚黑气一般, 被吞进滔铁巨兽的腹内。 而后大量融入到了林霄的细胞之中, 化为潜能。 毕竟林霄现在还无法瞬间接受那么多的能量, 储存起来, 以后用得着。 不过也有一部分能量, 进入到了修为海。 瞬间便冲破了他的修为质骨, 让他的修为, 从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域前期, 突破到了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域中期。 最可怕的是, 这股能量还没有就此停止下来。 而是继续填充修为海, 一直到修为海再度达到了六成能量左右, 才终于停了下来。 他的修为突破了, 却不知道自己的突破引发了多么恐怖的大事件。 那些正在接受魔龙洗礼的弟子, 忽然间感觉到魔龙的力量被完全抽走。 魔龙静置竟然没有完成, 他们也没得到任何的好处。 就连身处洞穴之外的那些清传弟子, 也能感受到魔龙的能量瞬间消失了。 这让他们大惊失色。 毕竟这魔龙的存在, 可是魔龙剑庭至关重要的一环。 正因为有他, 魔龙剑庭的弟子们才能够一直听话, 不会背叛。 如今, 魔龙竟然死了? 消失了? 他们慌得不行。 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一百个新入门的弟子被重新送了回去。 而他们则直接前去向各自的师尊汇报这里发生的事情。 灵霄并未回自己的居所, 而是直接前往了九层妖塔。 他的想法很简单, 如今细胞之内储存的潜能已经非常多了。 既然想要尽快提升修为,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前往九层妖塔, 不断地战斗。 跟比自己强大的妖兽战斗, 如此一来才能够激发潜能, 突破修为。 光是现在这样, 肯定不行。 而且, 只要进入九层妖塔, 灵霄那臭婊子也管不着他了。 他还能更轻松一些。 来到九层妖塔, 灵霄亮出了弟子牌, 然后要求进入第二层。 那守卫只是不屑地看了灵霄一眼, 淡淡到, 九层妖塔第二层, 进入须缴纳十万下品零食, 每隔三个小时, 自动扣出一万下品零食。 只要你带着弟子牌, 身上有足够的零食, 就可以一直带在里面。 这是十万下品零食, 您收好。 灵霄将零食, 直接转到了对方的储物界里。 不管对方是轻蔑还是不屑, 都不要紧, 只要不阻拦他, 进入九层妖塔就好。 你可以进去了。 守卫开启了身后的传送门。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969章, 新的目标成为兽神之王。 灵霄抬脚踏入传送门, 一瞬间, 景物变幻。 当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 灵霄就感受到了周围可怕的妖气不断袭来。 这里的妖兽, 全部都是一星十五层地狱前期, 正好可以用来让我提升修为。 灵霄笑道, 小金, 咱们在这里联手一起杀戮吧, 先找火系妖兽。 对付火系妖兽, 一来可以帮助她激发潜能, 二来获得妖兽金河, 也可以让小金继续进化, 提升实力。 可谓是一举两得。 我听老大您的。 小金在兽界里, 早就憋得不行了, 可以出来战斗, 对她而言, 那也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而且, 如今她的实力已经达到了 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巅峰, 只差一步便可以突破。 这里的妖兽可都不弱, 内丹绝对能够帮助她 大幅度提升修为的 何乐而不为呢? 九层妖塔第二层的妖兽, 基本上都是一星十五层地狱前期实力, 但因为长期的互相残杀, 导致了部分妖兽的变异和晋升。 所以, 也会偶尔出现十五层地狱中期, 甚至后期战力的恐怖存在。 因此, 灵霄也比较谨慎, 直接开启了太极眼, 一方面便于寻找火系妖兽,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避免过早与无法战胜的妖兽碰面, 或者被伏击。 灵霄, 虽然霸天武魂不能轻易向外人展示, 但你所获得的十二兽神神位, 在玄武大陆依然是逆天的存在。 在灵霄搜寻妖兽的时候, 元尊突然开枪了。 师尊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灵霄不解地问道, 之所以说这些, 就是为了告诉你, 五技只是辅助。 十二兽神的传承, 才是你在玄武大陆称霸的关键。 这十二兽神神位的传言, 很早以前就在玄武大陆流传开了, 然而却始终没有人得到过。 而你, 一个不属于玄武大陆的舞者, 却因为霸天武魂的关系, 得到了十二兽神神位, 更是拥有了完整的子神兽魂和牛神兽魂, 以及残缺的有神兽魂。 虽然你现在还, 无法完全发挥出这些兽神武魂的威力, 但经过不断地掌握其神通, 掌握其力量, 你会逐渐变成, 凌驾于十二兽神之上的, 新的兽神之王。 新的兽神之王吗? 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 不知道强不强。 灵霄笑着问道, 别的为师不敢肯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当你完全掌握了其中一种兽神武魂的力量的时候, 你的实力就可以有飞跃一般的暴涨。 甚至, 你不用再借用其余的妖兽变身, 而是能够直接化身兽神。 那个时候, 你的强大将没有人敢在忽视。 元尊说道, 只要觉醒一个兽神化身, 就可以在玄武大陆上横行无际吗? 灵霄好奇地问道, 那还不行, 不过你绝对可以位列强者之列了。 说到底, 修为还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想去救月芳华吗? 按照为师的推算, 一旦你觉醒了其中一个兽神化身, 那么你的战力, 绝对会凌驾于一转夺命进一次武者之上。 也就是说, 永生宫的强者暂且抛开不管。 你在九尊这里, 绝对可以堪称无敌了。 元尊分析道, 元尊的话, 灵霄是绝对相信的。 毕竟, 元尊可是先庭大陆的钥匙, 他所知道的事情, 灵霄不知道也正常。 觉醒一个兽神武魂化身, 就可以变得如此强大。 那么, 觉醒十二个兽神武魂呢? 那岂不是要逆天了?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不忧有些激动, 远的不说, 他现在的目标, 就是现在玄武大陆问底。 这兽神武魂, 必须得全部觉醒。 对了, 为师今天说这个, 是希望你能够先将其中一个兽神武魂, 当作重点, 来进行觉醒。 那样的话, 觉醒速度会更快一些。 元尊补充道, 多谢师尊指点, 不过要怎么才能做到觉醒吗? 灵霄好奇地问道, 很简单, 你想觉醒哪个兽神武魂, 就尽量获取这个兽神武魂相对应的妖兽金河。 越强大的妖兽金河, 越能刺激兽神武魂与你身体的融合。 觉醒力量也会不断提升。 元尊回答道, 这也是我最近才研究出来的成果, 不然你以为我待在你的山河世界里, 没事干嘛。 太好了师尊, 你简直就是吉时宇啊。 灵霄兴奋地说道, 不过目前我只有紫神兽魂, 牛神兽魂, 和残缺的有神兽魂, 该觉醒哪个更合适呢? 想要觉醒哪个, 本来是你的自由。 不过让为师来说的话, 选择觉醒有神兽魂, 更加合适。 有神代表的是所有禽鸟, 所以能够让它觉醒的妖兽金河更多。 另外, 你拥有的不死鸟兽魂, 是非常稀罕的兽魂, 完全可以作为有神兽魂的容器。 这样还能发挥出你神火的威力, 对你来说, 应该是最为合适的。 当然, 有神兽魂是残缺的, 还不完整, 所以你自己看吧。 原尊回答道, 师尊这话是不错, 但我还是打算先觉醒紫神兽魂。 紫神可是昔日的十二兽神之王, 而且我已经觉醒了紫神的三种神通, 对紫神兽魂也更加熟悉。 蜀类的妖兽也并不熟, 只要寻找到一个和不死鸟兽魂相当的容器就行了吧。 灵霄虽然接受原尊的一些建议, 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当然可以, 为师也只是给你个建议而已。 另外, 好好珍惜小金吧, 虽然他是你好兄弟灵眼所画, 但却是很多巧合诞生的一个奇物。 金屋与吞噬魔胎, 这两种稀罕玩意儿的组合, 相信别人想都想不到。 培养好他, 一定会成为你最大的助力。 原尊又道, 我明白。 灵霄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小金不用修炼, 只需要吞噬含有热量的能量物体, 就可以进化, 不断提升实力。 这可是非常逆天的。 那好, 你们继续吧。 为师这出来一次, 就要消耗大量的灵魂力, 必须得回去继续休息了。 原尊说完话, 便消失不见。 然而, 他的那番话, 却是让灵霄认清了自己的方向。 5技只是辅助, 觉醒十二兽神五魂, 才是关键。 接下来, 他就要重点开始觉醒子神兽魂。 当然, 如果不浪费时间的话, 顺便也可以对牛神兽魂, 和有神兽魂, 进行觉醒的。 毕竟妖兽里面, 鸟类以及牛类还是不少的。 只要不妨碍子神兽魂的觉醒, 就没有问题。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2970章, 激战, 烈焰红薯。 走吧小金, 开始咱们的猎杀之旅吧。 灵霄与小金兴奋地对视一眼, 而后, 朝着一头火系鼠类妖兽扑了过去。 这种对他和小金都有帮助的妖兽, 其实并不少见。 尤其是这九层妖楼里面, 妖兽真的是非常多, 也不知道是自然诞生的, 还是某种力量续养的。 总归对它们而言, 简直太棒了。 烈焰红薯! 实例, 一星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期。 特点, 速度极快, 擅长火系攻击。 很快, 太极眼就分析完了眼前这头妖兽的详细情况。 烈焰红薯虽然是鼠类妖兽, 但体型可一点都不小。 趴在那里, 身高也有三米左右, 身长接近五米。 如果算长尾巴的话, 那就更长了。 跟某些巨大的妖兽相比, 这体型算是比较秀真的。 可比起人类的话, 就太大了。 烈焰红薯, 全身都是赤红色的皮毛, 上面有一些诡异的黑色纹路, 而且是呈现出火焰形状。 那锋锐的爪子, 以及牙齿, 恐怕就是它最可怕的攻击武器了。 很强, 非常强, 绝对比同等修为的萧琪琪要强大。 即便不用分析, 单凭直觉, 灵霄就能感觉到, 那烈焰红薯身体之中蕴含的可怕力量。 被这家伙抓中, 即便是它强悍的肉身, 怕是也会非常危险的。 灵霄不敢怠慢, 直接进入到了霸雪魔龙兽魂变身之中。 霸雪魔龙配合魔龙幻影身法, 可以提升它的速度。 躲避起来, 也会更加容易。 因为体型不大, 再加上又是鼠类妖兽, 这家伙的敏捷一定很高。 见过老鼠的人, 恐怕都很熟悉吧。 小剑, 你先待在一旁替我压阵, 如果我感觉不行了, 你再帮我就行。 同时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 免得被妖兽围攻了。 灵霄召唤了小金一声, 而后便取出了十把魔龙剑, 化作一道漆黑的魔龙欢迎, 朝着烈焰红薯扑了上去。 途中, 它更是施展了魔龙附体, 让自己的速度达到了极致。 它想要得到烈焰红薯的妖兽金河, 但同时也想提升自己的修为。 所以, 并没有选择去偷袭, 而是直接正面进攻。 只有正面进攻, 遭受到威胁, 被攻击的话, 身体之中的潜能, 才会被激发出来。 烈焰红薯发现了灵霄的存在, 星红的双目之中, 透出了几分冰冷与不屑。 这妖兽到了这个程度, 自然也有了一定的智商。 对于灵霄的实力, 它是十分不屑的。 渺小的人类, 竟然敢挑战它烈焰红薯, 简直找死。 它尖叫一声, 而后也朝着灵霄冲了过去。 一人一鼠, 在虚空之中碰撞。 轰隆! 可怕的炸裂声, 响起。 但战斗却并未停止。 灵霄虽然被一爪子拍飞了出去, 但它立即折返回来, 继续攻击。 烈焰红薯发现自己, 这一爪子, 竟然没有将可恶的人类杀死, 顿时大为光火。 恐怖的气息也越发可怕。 战斗过程, 其实非常单调。 灵霄基本上就是单方面被虐。 但是每一次, 它都能成功避开要害。 虽然受了伤, 但却愈战愈勇。 因为它发现在战斗过程中, 它的修为海正在疯狂地攀升之中。 基本上烈焰红薯的每一次攻击, 都能提升一成能量的十分之一。 十次就是一成能量了。 只要不被杀死, 这场战斗, 它赢定了。 毕竟每提升一成能量, 它的实力就会暴涨一倍。 这对于烈焰红薯而言, 也是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情。 速度极快的交手, 让灵霄的修为海, 在最短的时间里, 达到了十成能量。 不过, 或许是已经适应了这种强度的对手。 灵霄发现, 修为海能量在达到十成之后, 就几乎不动了。 这样的能量, 是无法帮助它, 冲破修为避障的。 该结束了。 它不打算继续浪费时间了。 那一瞬, 它启动了霸天武魂。 反正周围除了小金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 当霸天武魂启动的那一瞬, 烈焰红薯仿佛察觉到了危险, 竟然放弃了攻击, 掉头就跑。 可灵霄岂会给它逃跑的机会? 霸天, 真魔剑阵。 霸天武魂之下, 释放出的真魔剑阵, 攻击力强悍到了极致。 九道剑光, 暴涨百倍, 可怕的剑意, 竟然遏制住了烈焰红薯逃跑的速度。 轰隆! 剑光终于穿透烈焰红薯。 烈焰红薯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 就倒在了地上, 彻底没了气息。 攻击似乎太强了一点。 看到烈焰红薯那样子, 灵霄皱了皱眉。 刚刚只想着不能让那家伙逃走, 却没想到霸天武魂带来的增幅如此可怕。 烈焰红薯的尸体都不完整了。 幸好妖兽金河并没有损坏。 小金, 这妖兽金河里的热能归你, 其余的归我。 处理了烈焰红薯, 灵霄盘膝而坐, 将妖兽金河里面的热能全部抽取了出来。 而后注入到小金的身体之中, 而他则很直接干脆地将那妖兽金河吞了下去。 吞下烈焰红薯妖兽金河的一瞬, 恐怖的能量在他身体之中释放出来, 冲击他的四肢百骸。 虽然有点痛苦, 但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了兴奋的笑意。 因为之前一直无法刺穿的修为避障, 如今却如同一张纸一般被轻松刺穿。 突破了, 竟然如此轻松容易, 就如破到了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后期修为。 至于小金, 伏下烈焰红薯的热量支援后, 实力也提升了一大截。 距离突破, 也快了。 老大, 还需要七成能量就可以了。 这样的妖兽, 估计再杀史多枝, 就差不多了。 小金兴奋地说道, 好, 接下来, 咱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 先把九层妖楼第二层闯一遍。 灵霄能感觉到, 自己不光是修为突破, 紫神兽魂似乎开始与自己的灵魂融合。 只是目前来说, 这种融合还太小, 只有万分之一啊。 要想完全觉醒, 还得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且, 他还得寻找一个 不亚于不死鸟兽魂的容器才行。 接下来, 灵霄与小金继续寻找着适合的妖兽。 大约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居然已经猎杀了 足足二十头火属性的妖兽。 虽然并非都是鼠类妖兽, 但已经很能令人满意了。 灵霄的修为海能量 再度提升到了五成, 不过速度已经渐渐慢了下来, 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大概是因为他修为突破的缘故吧。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2971章 霍水东影 歹毒的同门。 虽然灵霄的修为海能量提升速度减慢, 不过小金倒是终于取得了实力上的极大提升, 一脚踏入到了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期。 猎杀计划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容易,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接下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还不够? 就算现在咱们两个的实力, 在魔龙剑庭也不算什么。 还得继续, 最起码, 要达到能够击败魔使的程度。 到了那一步, 魔龙剑庭之中敢欺负咱们的人, 就不多了。 灵霄虽然心中兴奋, 但却又冷静无比。 他知道, 现在他们还是很弱。 虽然无论是他还是小金, 都能够轻松将灵飞扬给灭了。 但他可置不在此啊, 他始终没有忘记, 永生宫的那些人, 才是他最重要决战的对象。 王权家族, 怎么可能会轻易将月女让给他呢? 到时候, 说不得还是要靠武力来争夺的。 随着实力的提升, 灵霄的野心也变得更大。 一心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期实力的妖兽, 已经不能满足他快速提升修为的需求了。 所以, 在继续猎杀火属性蜀类妖兽的同时, 他开始寻找更强大的妖兽。 老大, 前面有人! 突然, 小金提醒道, 你先躲起来。 灵霄召呼了小金一声, 然后就朝着那边摸了过去。 此时, 一个身穿魔龙剑庭弟子服的年轻舞者, 正在独自面对一头凶悍的妖兽。 这妖兽同样是鼠类妖兽, 不是火系妖兽, 但却是光系妖兽, 同样适合他跟小金。 但是比之前的烈焰红鼠更为强大, 实力已经达到了一星十五层地狱中期。 他被称之为金光鼠。 因为这家伙, 全身都是金色, 速度又极快, 跑起来如同一道金光一般。 当然, 他不光是速度快, 战斗力还非常强大, 尤其是口中喷吐的具有可怕热能的光线, 能够轻易融化反品地气。 跟这家伙战斗, 是绝对不能被他的光线射到的。 与金光鼠战斗的魔龙剑庭弟子, 修为和金光鼠相当, 但是速度就不如金光鼠了。 而且, 手中的冰刃已经被融化, 非常危险。 需要帮忙吗? 灵霄这样问, 当然不纯粹是出于好心, 因为他想得到这金光鼠。 那年轻舞者看到他, 却仿佛发现了救命稻草。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骤然转身, 朝着灵霄冲来。 而后身形一闪, 朝着远处逃去。 那金光鼠看到了灵霄, 便不再追他了。 灵霄虽然心中痛恨那家伙, 竟然祸水冬营, 不过他倒是没有去追那丝。 反而很高兴地面对着金光鼠。 他本来就想独享这金光鼠, 那家伙逃了, 反而更方便。 不然的话, 同时面对两个一转十五层地域中期实力的敌人, 可不好办呢。 嘿嘿, 小金, 咱们这次有福了。 灵霄冲小金看了一眼, 早已经取出了魔龙剑, 挡住了金光鼠疯狂的一击。 果然够劲儿。 感受到体内修为海能量暴涨, 灵霄就知道自己选择跟这种级别的妖兽战斗是没错的。 虽然他被打得很惨, 几乎就跟刚刚被烈焰红鼠暴虐一样, 但他脸上却始终绽放着兴奋的笑容。 反正金光鼠虽然强大, 却也杀不死他, 正好用来激发他体内的无穷潜能。 与金光鼠战斗上百个回合。 金光鼠从一开始的疯狂, 到最后, 竟然选择了跟烈焰红鼠同样的举动。 掉头就跑。 这家伙应该在心里头暗骂, 打不死的对手还打个屁啊。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金光鼠消耗已经非常大了。 他可没有丹药可以恢复妖力, 身上的伤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愈合。 灵霄则不然吞下千年灵之丹, 便直接追了上去。 把雪魔龙武魂变身之下, 他骤然施展了魔龙血咒。 虽然因为彼此修为差距比较大, 这魔龙血咒对金光鼠的影响有限。 但即便有限, 那也是有影响的。 金光鼠猛然速度减慢, 而且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尖叫。 身上方才被灵霄弄出来的伤痕之中, 鲜血不断暴射而出。 灵霄再度唤出霸天武魂, 只不过这一次没有用针魔剑阵。 而是用了针魔剑气。 他可不想把妖兽金河弄碎了。 金光鼠刚刚恢复正常, 就被针魔剑气直接刺穿了身体, 惨叫一声, 歪倒在了地上。 哈哈, 爽! 真叹娘爽! 修为海的能量又提升到了时辰了。 估计这一颗妖兽金河下去, 我的修为也该提升了吧。 灵霄疯狂大笑。 随即, 将金光鼠的妖兽金河之中的热能全部掉取出来, 让小金吞服了。 吞服之后, 小金的实力再度突破, 达到了一转阴阳镜15层地狱中期修为。 在小金突破的时候, 灵霄也吃下了金光鼠的妖兽金河。 随着能量风暴, 在他体内肆虐。 他的修为, 再一次突破, 达到了一转阴阳镜14层地狱巅峰。 之前那个陈罗还说, 他恐怕十年, 一百年, 也不可能将修为提升到一转阴阳镜14层地狱巅峰。 但偏偏灵霄, 在加入魔龙剑庭之后两天时间, 就做到了。 不知道那些瞧不起他的魔将知道这样的事实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想法? 会不会惊讶地连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修为突破, 当然只是一点。 同时, 灵霄体内子神兽魂的觉醒进度, 也再度提高了。 觉醒度提高的时候, 灵霄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 魔龙附体, 因为武学品级比较低的关系, 现在的效果越来越差。 灵霄还发愁, 自己无法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呢。 这兽神武魂觉醒, 又为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子啊。 而且这个, 最起码在玄武大陆之上, 是永不过时的。 继续, 灵霄招呼一声, 继续用太极眼寻找适合的妖兽。 那些十五层地狱前期实力的妖兽, 他已经看不上了, 现在寻找的就是中期实力的妖兽。 不过适合的妖兽暂时没找到, 却看到了一个人。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居然是刚刚那个小子啊。 虽然说, 刚刚那个舞者扔下金光鼠逃跑, 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危险。 但其用心不可谓不恶毒。 他可是好心好意要去帮忙的, 哪怕战利品平分都行。 可那家伙倒好, 居然祸水东营, 把危险让他一个人来承担。 如果他实力不够的话, 恐怕已经死在那金光鼠的攻击之下了吧。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972章, 神秘图卷, 魔尊图录。 别人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可灵霄不是君子, 他报仇, 隔夜都行晚。 只要有机会, 就绝不会放过。 想到这里, 灵霄便朝着那个方向摸了过去。 一路上, 妖兽还是比较多的, 因此, 他直接用了幽灵魔龙。 虽然随着修为越来越高, 幽灵魔龙的隐秘效果越来越差, 已经比不上暗影部。 但就目前而言, 还是用起来更顺手一些。 刚到那舞者附近, 他就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 那舞者竟然被打得浑身是伤, 骨头似乎都已经碎裂, 身体瘫软在了地上。 而他的面前, 竟然是一个, 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巅峰修为的存在。 这个存在有些古怪, 长相十分奇特, 一双眼睛如同蛇眼一般, 浑身着漆黑的衣衫, 透着邪恶诡异的气息。 玄蛇魔宗? 灵霄瞬间就想到了这四个字。 只有玄蛇魔宗的弟子, 才是这么打扮的。 可是魔龙剑庭的九层妖塔之中, 怎么会有玄蛇魔宗的弟子在? 而且, 实力如此强大, 已经是魔使的水准了。 嘿嘿, 又来一个送死的。 那玄蛇魔宗弟子冷笑一声, 骤然抛出一张古怪的图卷。 那图卷展开, 竟然仿佛某个小天地一般, 产生了恐怖的吸扯之力。 不仅那半死不活的魔龙剑庭弟子被吸了进去, 就连灵霄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很显然, 那玄蛇魔宗的弟子已经发现了他, 即便他是在幽灵魔龙形态之下, 杀不了他, 却可以囚禁他。 大意了, 灵霄惊呼一声, 却已经坠入到了那图卷之内。 图卷之中, 乃是一方独立的天地, 而且拥有独立的运行法则。 灵霄坠入其中, 竟然发现自己不能运转内力, 不能使用任何武器。 这个发现, 让他大惊失色。 不过惊讶之后, 他却瞬间冷静下来。 这图卷, 显然是那玄蛇魔宗弟子的某种法宝。 他可不信, 这世上有什么法宝, 能够困得住霸天武魂。 就连玄界的法则, 也是人亡以山河武魂之神力定下来的。 这法宝的法则, 自然没法跟玄界法则相比。 想到这里, 他立即唤出霸天武魂。 恐怖的气息瞬间将它包裹。 那一刻,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撕裂, 碾碎。 灵霄睁开眼睛, 露出了笑意。 此时的他, 已经适应了这法宝之内的法则, 可以运转内力, 与在外面, 竟然没有丝毫不同。 重新获得内力的掌控权之后, 灵霄试图从图卷里直接飞出去, 但发现根本办不到。 除非知道出口, 恐怕还真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了。 对于此, 他可不甘心。 所以站了起来, 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此处, 是一片密集的丛林。 丛林之中,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妖兽或者生灵存在。 那个玄蛇墨宗的弟子, 利用这法宝困住了不少人, 相信一定会有人知道出口。 想到这里, 灵霄便朝着密林之外走去。 不多时, 他便踏出了密林, 竟然看到了一处城池。 这城池与外面世界的城池, 没有丝毫不同, 看起来规模很大, 足足有雷都那么大。 里面能够依稀看到有人影走动。 灵霄心中顿时生出希望, 他朝着城池走去。 这城池, 没有守卫, 也没有冰钉。 城内走动的人影, 虽然都是活生生的人, 可一个个脸上都没有生气, 更形象一些, 便是所谓的面如死灰。 那是一种绝望的表情。 他走向了一个摊位。 摊位之上, 竟然摆放着兵级巅峰级别的武学, 还有大量稀奇古怪的东西, 都非常珍贵。 这样的东西, 如果放到外面, 怕是已经被封抢了。 毕竟兵级巅峰级别的武技, 即便在九尊势力之中, 也是不多见的。 一般情况下, 是只有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修为武者, 才能得到并且修炼的武技。 这本武技怎么出售? 灵霄正需要兵级巅峰武技, 来填补自己武技方面的空缺, 所以就上前问了一句, 不要钱。 那武者看向灵霄, 露出了讥讽的笑意, 但是你可以用寿命来换。 寿命? 灵霄愣了一下。 不错, 这魔尊屠戮的世界里, 一旦进入, 便有来无回。 彻底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只有寿命, 才是一切。 如果你愿意给我十年的寿命, 我就把这本兵级巅峰武学送给你。 那武者冷笑道, 寿命? 灵霄肯定是不会卖的。 对于武者而言, 寿命真得太重要了。 即便是一转阴阳镜武者, 寿命也不过就是两百多岁而已。 多一年的寿命, 很可能就多一点挣到的希望。 一旦挣到, 寿命将会大幅度增加。 所以, 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寿命去做交易。 那我还是不要了, 我更想离开这里。 灵霄道, 离开。 不要说笑了。 我待在这里, 已经上百年了。 就从未见过, 有人出去过。 这魔尊屠戮之中, 虽然可以修炼, 但是你修炼所得的修为和能量, 全部都会被图卷持有者弄走, 被魔尊屠戮本身吞噬。 所以, 一旦进来, 实力如何, 就会永远停留在那个程度。 除非你不用靠着天地灵气提升修为。 贪主发出了疯狂的大笑声。 然而, 灵霄却似乎听出了一些端倪。 他的修炼, 一般情况下, 是不需要天地灵气的, 只需要激发自己身体内部的潜能, 便可以取得突破。 再加上霸天武魂, 已经破解了这个魔尊屠戮的法则, 使得他不用受到束缚。 也就是说, 对这些人来说, 非常可怕的魔尊屠戮, 对他而言, 反而不是什么问题。 想到这里, 灵霄露出了一抹笑意。 就算以前没有人从这里出去过, 他灵霄也一定要出去。 区区一个法宝, 岂能被他困住。 想到这里, 灵霄便要离开这死气沉沉的城郭, 继续搜索这魔尊屠戮的世界。 这世界与他的山河世界有些相似, 但要弱小很多, 法则也不够稳固。 但即便如此, 对于玄武大陆上的舞者而言, 其实已经很可怕了。 他相信, 这样的世界之中, 一定存在着什么好东西。 就像他会将宝物藏在山河世界一样, 搞不好。 这魔尊屠戮的世界里面, 也有那玄神魔宗弟子藏纳的宝物。 然而, 就在他准备踏出城郭之门的时候, 忽然间, 一阵阴风袭来, 虚空之中, 浮现了一尊可怕的妖物。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73章, 紫神兽魂容器, 无极天数。 这妖物背后, 生着一对恐怖的黑色肉翼, 还有一条坚韧如同铁链的尾巴。 浑身包裹着厚重的灵甲, 灵甲的颜色, 也是漆黑闪亮。 那张脸, 更是凶猛异常, 一看就是, 某种可怕的猛兽。 竟然是无极天数! 快, 灵霄, 一定要抓住他。 元尊的声音骤然响起。 无极天数? 灵霄急忙开启太极眼, 进行分析观察。 所谓无极天数, 居然是与不死鸟同一个级别的存在。 玄武大陆远古时期存在的可怕鼠类妖兽。 其可怕的战斗力, 仅次于龙族。 这只无极天数, 看起来还在幼年期, 并没有成长起来。 不过实力, 已经是一转阴阳境十八层地狱巅峰了。 而且战斗力, 明显比很多同境界的舞者要强大得多。 这家伙应该是来吞噬这些人类舞者的。 他现在刚刚诞生不久, 还很弱小, 也是你唯一可以得到他, 让他成为子神受魂容器的唯一机会。 错过了, 就没这个电了。 元尊显得非常焦急。 我知道了师尊, 这家伙, 我一定弄到手, 在这魔尊屠戮之中, 他的战斗力, 应该发挥不出全部, 我反而是占优的。 灵霄能感觉到自己的优势, 在这魔尊屠戮之中, 不受法则约束的他, 实力竟然可以直接提升三个大境界。 现在, 他是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巅峰修为, 提升三个大境界, 便是一转阴阳镜十七层地狱巅峰。 面对这无极天署, 虽然还是很难取胜, 不过不是还有小金吗? 小金与他一样, 得益于霸天武魂, 在魔尊屠戮之中的战斗力, 可以达到一转阴阳镜十八层地狱中期。 他们两个联手, 拿下这无极天署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他计划怎么拿下这家伙的时候, 无极天署已经开始攻击, 瞬间便有十几个舞者被他吞了下去。 不过这里的舞者实力普遍比较低, 最高的才是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巅峰。 吞下去, 似乎对他实力的提升帮助不大, 这让灵霄稍微松了口气。 此时, 无极天署的攻击也已经对准了他, 掌口一吐, 那舌头竟然有数百米长, 直接一卷, 要把灵霄以及附近的十几个人全部卷进嘴里去。 灵霄剑撞并没有退, 瞬间进入霸雪魔龙兽魂变身之中, 同时取出魔龙剑, 针魔剑阵。 暴鹤一声, 九把魔龙子剑暴射而出, 轰在了那无极天署的舌头之上, 竟然将那舌头打得弹了回去。 不过无极天署就是强大, 即便被灵霄攻击, 居然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仅仅就只是舌头缩回去一段距离而已。 他睁开那猙獰的眼睛, 死死盯着灵霄。 似乎不太明白, 灵霄的修为看起来很弱, 怎么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攻击力来? 居然能够将他的攻击直接击退? 轰隆! 暴怒之下, 无极天署竟然舍弃了其余的人。 双翅拍打, 释放出无数道诡异的黑芒。 黑芒撕裂空气, 发出恐怖的咔嚓声, 威力强横, 如同一道道可怕的剑芒。 纵横交错, 密密麻麻地笼罩了灵霄, 以及周围十多米范围内的所有空间。 灵霄还是没有让小精出手。 感受到, 那如同天罗帝网一般的可怕攻击, 灵霄的背后浮现出了所有的兽魂。 同时, 攻击之中, 也融入了天龙之力, 神皇之力和白虎之力。 魔龙附体, 也同时被他使用。 可怕的战力, 在瞬间爆发。 同样是真魔剑阵, 可是这一次的威力, 却比上一次强大数十倍。 剑光所到之处, 那黑芒纷纷碎裂, 继而消失的无影无踪。 小精! 就在此时, 灵霄突然爆喝一声。 小精发动了突袭。 次目的九幽黄泉金光, 完全被释放了出去。 现在的他, 可是能够爆发一转阴阳镜十八层地狱中期, 修为的战斗力。 又是突然袭击, 再加上九幽黄泉金光本身的可怕。 那无极天署中招了。 虽然没有死, 但身上却出现了一个猙獰的伤口, 战斗力也瞬间减弱了很多。 而此时, 灵霄没有再用魔龙剑, 他直接改变形态, 化作了不死鸟妖兽形态, 冲向了那无极天署。 可怕而犀利的爪子, 狠狠拍在了无极天署的脑袋之上。 轰隆! 无极天署刚被小精攻击受伤, 还没反应过来呢, 又被灵霄化作的不死鸟狠狠拍了这么一下, 脑袋顿时破裂,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但无极天署就是无极天署, 顽强的生命力也让人十分震惊。 他的双目之中透出了无比可怕的仇恨, 竟然口吐人语, 愚蠢的人类。 没想到你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更想将你吃掉了。 无极冥剑! 他暴怒地发出吼声, 身体之中生腾起一股可怕的气息, 而后这股气息竟然凝聚成一个诡异的小天地, 内中蕴含阴森恐怖的死亡力量。 这便是无极冥剑, 无极天署最强大的攻击。 你区区一个人类, 竟然要让我动用如此强大的攻击, 便是死了, 也该骄傲了。 无极天署并不是不会说话, 只是一开始, 他根本不屑说话。 因为在他的眼里, 灵霄根本不知一体。 可是现在, 他却不得不说话。 灵霄的强大, 让他震惊不已。 无聊! 灵霄骤然释放霸天武魂。 他的背后, 出现无尽的黑色世界, 虚无、 飘渺、 亘古、 苍茫。 可怕的力量, 不断从这黑色的世界之中释放而出。 灵霄只是轻轻挥出一肘, 那无极冥界便被彻底摧毁。 完全消失。 而灵霄的身影, 此时已经到了无极天署身旁。 死! 没有任何手下刘晴的意思。 在这样的战斗之中, 刘晴便是找死。 杀死无极天署, 灵霄直接将其扔进漆黑的霸天宇宙之中, 并且将霸天武魂收了起来。 落地, 盘膝, 开始修炼。 小金则在一旁替他护法。 无极天署的力量果然恐怖, 不过此时已经重伤, 所以炼化起来也不难。 不过区区二十分钟之后, 灵霄的双目睁开, 背后, 竟然浮现出了无极天署的虚影。 那正是无极天署武魂, 也是会成为紫神兽魂容器的存在。 最让灵霄感觉到震惊的是, 无极天署被完全炼化之后, 他的紫神兽魂觉醒度, 竟然从万分之一直接暴涨到了千分之一。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战斗力似乎有了一个飞跃。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974章, 亡极武学, 九尊剑爵, 方才与无极天署一番战斗, 灵霄的修为海也出现了猛增, 竟然直接飙升到了九成能量。 毕竟那无极天署, 可是货真价实的, 一转阴阳镜十八层地狱巅峰实力的妖兽。 而灵霄虽然因为不受法则困扰, 可以在魔尊屠戮之中, 爆发出一转阴阳镜十七层地狱巅峰修为的战斗力。 可那毕竟是虚的。 所以, 细胞还是疯狂释放出潜能, 才有了这样的进步。 尽管还没有突破, 不过估计快了。 当然, 这些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 炼化了无极天署之后, 灵霄也得到了许多, 有关这魔尊屠戮世界的信息。 之前还担心, 困在这里无法出去。 不过现在他并不担心了。 因为根据无极天署的记忆, 想要离开这魔尊屠戮世界, 就需要掌握这里的法则, 不受这里法则的束缚。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就能够冲破魔尊屠戮世界的避障, 直接冲出去了。 这听起来很容易, 可实际上, 这里边有活了将近四百岁, 也没能堪破法则的存在。 反正根据无极天署的记忆, 进来之后出去的人, 是根本不存在的。 要知道, 他可是在这图卷诞生之日, 就被困在里面的妖兽了。 如果不是, 一直待在这里面, 他的实力, 绝对不可能, 只是一转阴阳进十八层地狱巅峰。 既然已经知道怎么出去, 灵霄便不打算再次多坐停留。 根据这无极天署的记忆, 魔尊屠戮世界, 跟他的山河世界, 应该不一样。 他之前的判断是错误的。 魔尊屠戮世界, 相当于一个囚龙。 这里被困的所有武者, 都是为屠戮持有者效劳。 而山河世界则不然, 那是一个真正的小世界, 一方天地。 这里根本不会有任何宝物, 最好的东西, 也就是那些兵级巅峰级别的武技了。 灵霄重新回到城池之中, 取了基本兵级巅峰级别的武学秘籍。 反正那些人死得死逃的逃, 这东西, 自然归他所有。 还有大量珍贵的药材, 在这里面没什么用, 可到了外面, 却绝对是炼制丹药的绝佳材料。 做完这一切, 他才破空而去。 虚空之中, 有一层透明的壁杖, 肉眼隐约可以看到。 一般被困在这里的人, 即便是拼出性命撞击, 也不可能将这层壁杖撞破。 但灵霄则不然, 他已经掌握了这里的法则, 自然不受束缚。 轻易便击破壁杖, 冲了出来。 从魔尊屠戎之中飞出的一瞬, 灵霄忽然发现眼前就是一头凶猛的妖兽。 而且, 这妖兽的战礼, 竟然达到了一星十五层地狱巅峰。 如此妖兽, 应该在九层妖楼三层, 或者四层才能看到啊。 三层一般是十五层地狱中期和后期实力的妖兽, 但不排除有进化变异的。 他急忙窜到一旁, 查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周遭都是一星十五层地狱中期和后期实力的妖兽。 那么可以断定, 这里是九层妖楼第三层了。 而此时, 之前用魔尊屠戮困住他的那个玄蛇魔宗的弟子, 居然正在与一个妖艳的女性武者厮杀。 而且占尽了优势。 魔尊屠戮被扔在了一旁, 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不过正好是让他逃出来的时候, 没有被那玄蛇魔宗的弟子注意到。 灵霄立即躲了起来。 这一次, 直接将气息完全收敛。 只听到女性武者一边后退, 一边悲愤地喊道, 我不惜出卖同门, 为你引来那些魔龙剑庭的弟子, 让你困住他们, 没想到你竟然连我也要对付。 难道魔尊剑爵, 比起咱们彼此之间的信赖, 还要重要吗? 嘿嘿, 怪只怪你喘而已。 我可是玄蛇魔宗的弟子, 又怎么会跟你这白痴女人在一起, 同甘共苦呢? 我的确是利用你又如何? 如果你乖乖交出魔尊剑爵, 我兴许能饶你一命。 不过, 大概你的宗门知道, 你害死了那么多的同门, 应该也不会放过你吧? 哈哈哈哈。 那玄蛇魔宗的弟子, 笑得非常猖狂。 他很强大, 女性武者不是对手, 就连一星十五层地狱巅峰实力的 妖兽也不敢靠近他。 他一边大笑着, 一边加紧攻击, 嘴上说话, 手上却丝毫也不松懈。 凭什么给你? 这魔尊剑爵, 可是降级武学, 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你若想要分享, 一起修炼, 我没话可说, 但你却要独吞。 这让我无法容忍。 女巫者悲愤至极地喊道, 白痴女人, 你恐怕不知道, 我来魔龙剑亭的原因吧。 在九尊地狱之中, 有一套王级武学, 被称之为九尊剑爵。 魔尊剑爵, 只是其中一套而已, 相当于降级武学。 我来到魔龙剑亭, 就是为了这个。 完整的九尊剑爵, 别说是在九尊势力, 就算是去了四大狱, 也是非常强大的武技。 你觉得我会把这么好的东西, 跟你这个白痴女人分享吗? 玄蛇魔宗弟子不屑地冷笑道, 听到这里, 灵霄的心不由地突突直跳。 魔尊剑爵, 九尊剑爵, 降级武学, 王级武学, 有了这东西, 自己还要什么兵级巅峰武学啊? 九尊实力, 武学分为兵级, 将级, 王级, 帝级四个档次。 而九尊地狱之中, 根本不存在帝级武学, 只是传说而已。 所以王级武学, 就属于最巅峰的存在。 灵霄真的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够在这里听到, 有关王级武学的事情。 他虽然不知道, 九尊剑爵是什么, 但既然是王级武技, 那一定非常厉害。 九尊剑爵, 应该有九个部分, 魔尊剑爵, 只是其中之一吧。 但仅仅得到这其中之一, 便是降级武学了, 真是让人心头发热呀。 对面那两货,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个女人, 陷害同门, 勾结玄蛇魔宗弟子, 该杀。 那个男人, 玄蛇魔宗弟子, 混在魔龙剑亭, 残害那么多魔龙剑亭弟子, 更是企图将他困在魔尊屠戮之中, 更该杀。 如果那两个家伙不该杀的话, 他或许只要偷走魔尊剑爵就是, 但现在, 他准备杀人越火。 反正, 如此天赐良机, 他要是错过了, 那真得就是暴殿天物了, 估计老天爷都不会原谅他的。 不过, 他并不着急出手, 敌人很强, 不容易对付, 就先让他们狗咬狗吧。 灵霄打算瞅准时机, 再出手。 毕竟这周围, 还有强大的妖兽环伺, 得想好了再动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75章, 强大, 子神兽魂的觉醒之力。 玄蛇魔宗的弟子不再说话, 攻击却更加凌厉凶悍, 附近的妖兽, 声孔被牵连到, 纷纷避开。 我给你。 女巫者终于服软了, 面对玄蛇魔宗弟子凶悍的攻击, 他根本无法抵抗, 如此下去, 必死无疑。 所以, 他不得不服软。 现在才这样, 已经晚了。 玄蛇魔宗弟子露出了一抹宁笑, 不管你给不给, 今天你都得死。 反正杀了你, 同样可以得到那东西。 那女巫者脸色一变, 而后咬了咬牙, 竟然从储物界中取出了一块黑色的石头, 直接扔向了一旁。 魔尊剑绝。 一般来说, 兵级高等以上的武学, 都已经不是文字了, 而是储存于某样东西之中。 有缘者得知, 方能参悟。 如果你悟性不够, 资质不行, 连参悟都办不到。 当然也有文字版的, 但比较僵化。 而且是别人参悟出来之后写出来的, 你学了, 也只能是照猫画虎。 所以自己参悟, 才是最好的方式。 那黑色的石头, 应该就是蕴含魔尊见绝的物品。 玄蛇魔宗弟子一看, 竟然直接舍弃了那女巫者, 朝着黑色的石头扑了上去。 比起杀死那女的, 还是这东西更能令她激动。 然而, 就在她行动之前, 一道残影骤然划空而过, 抓住了那块黑色的石头。 没错, 果然是记录了某种高升武学的物品。 是我的了。 林霄取了石头, 直接放进山河世界之中藏着。 这突然发生的变故, 让那玄蛇魔宗弟子大为恼火。 怎么会是你? 你不是被我困在魔尊屠戮之中了吗? 玄蛇魔宗弟子惊讶地问道。 呵呵, 你说的是这东西吗? 对不住, 你困我进去, 实在是你最大的失误啊。 这东西, 现在归我了。 林霄笑了笑, 手里扬起了那魔尊屠戮。 他之所以连这东西一块抢, 主要是因为想着这东西, 或许与魔尊见绝有某种联系。 找死! 魔龙剑庭的废物! 玄蛇魔宗弟子看到这状况, 顿时大怒。 他记得自己之前捕获林霄的时候, 林霄的修为不过才是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后期而已, 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即便逃出来又如何? 依然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不管是魔尊见绝, 还是魔尊屠戮, 都不能落入林霄之手。 他骤然爆发攻击, 一拳将林霄击飞出去。 林霄退后的途中, 脸上却绽放出了诡异的笑容。 真得多谢你了。 我最后的智骨, 也被打破了。 林霄在那魔尊屠戮之中, 修为已经接近突破到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 玄蛇魔宗弟子和暴怒的一击, 所产生的恐怖压迫, 再度激发他体内的潜能, 瞬间冲破束缚, 打破了修为上的束缚, 让他迈入到了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期之恋。 一般来说, 修为要突破某个境界, 那必须得灵魂先达到那个境界。 这就是为什么悟性很重要的缘由。 大部分舞者始终不能突破, 并非因为身体没有达到要求, 恰恰是因为灵魂没有达到。 而林霄则不然, 他的灵魂修为早已经达到了 一转阴阳镜十八层地狱的水准了。 所以他的修为突破完全不受约束, 只要修为海填满, 就能够突破。 不像很多人, 明明身体条件已经达到要求, 修为海也已经填满, 却终身难以突破, 就是灵魂太弱了。 灵魂修为虽然不能提升实力, 但却是突破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一点上, 灵霄战的优势太大了。 突破的那一瞬, 灵魂的战力, 暴增百倍。 此时的他, 已经不惧那玄蛇没宗弟子。 对他而言, 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 修为以下的武者, 都是可以击败的对象。 只是这十五层巅峰修为的武者, 击败起来会比较困难一些。 但那又如何? 灵魂正好可以借着战斗, 巩固一下自己刚刚突破的修为。 他没有犹豫, 直接进入到了无极天鼠兽魂变身状态, 同时启用了千分之一子神兽魂的觉醒之力。 那一瞬, 他感觉自己, 在战斗力上, 竟然丝毫不输给玄蛇魔宗弟子。 两人在九层妖楼第三层之中, 不断碰撞。 无数的妖兽被牵连到。 小金直接就在后面, 开始捡那些妖兽金河。 鼠类, 牛类, 和鸟类妖兽金河, 全部留给了灵骁。 拥有热能的妖兽金河, 他则先将热能自己吞噬。 这里最弱的, 可都是一星十五层地狱, 中期实力的妖兽。 那妖兽金河所产生的热能, 对他促进实在太大了。 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 小金的实力, 也从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中期, 提升到了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后期。 修为海能量, 也攀升到了七成。 现在可惜的就是, 那些巅峰实力的妖兽, 虽然被波及到了, 但却没有死。 他也就捡不到妖兽金河。 看看林霄老大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 他干脆对那些巅峰级别的妖兽下手了。 以他如今的实力, 配合九幽黄泉金光, 这里一星十五层地狱巅峰级别的妖兽,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二十分钟之内, 他便灭了好几只。 终于将自己的实力, 晋升到了巅峰。 小金的出现, 其实并没有引起, 那玄蛇魔宗弟子的注意。 毕竟小金是妖兽, 他还以为是这九层妖楼第三层中的妖兽作祟呢。 再说了, 此时他面对林霄, 已经非常吃力了。 他刚刚与那女的战斗, 已经消耗了很多。 现在是越战越心惊。 而林霄呢, 则是越战越勇, 对于新的兽魂, 变身了解, 也是越来越透彻。 对于子神兽魂的觉醒之力运用, 更是娴熟。 等到修为海的能量提升到三成的时候, 玄蛇魔宗弟子, 对他修为的提升, 已经基本没多大帮助了。 林霄不打算再浪费时间, 突然施展纵地金光树, 到了那四身后。 什么? 惊恐的玄蛇魔宗弟子, 亲眼目睹那锋锐的爪子, 刺进了自己的咽喉。 他能感觉身体之中传来的剧痛, 能感觉到生命力在飞速流逝。 怎么会这样? 你明明修为只有十四层地狱后期的。 你怎么会是我的对手? 他不能理解,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林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能理解的事情多了去了, 只可惜啊, 你潜伏九层妖楼这么多年, 这魔尊剑绝和魔尊屠戮, 我就笑大了。 林霄淡淡笑了笑, 手上开始用力。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76章, 金飞西比, 重返魔龙剑庭。 林霄的手终于拧断了玄蛇魔宗弟子的脖子。 那玄蛇魔宗的弟子, 脖子歪到了一旁, 已经没有了气息。 只有双目圆整, 完全地死不瞑目。 他后悔啊, 忍耐了这么多年, 怎么招惹了这么一个可怕的家伙, 竟然让自己前功尽弃, 不仅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甚至连性命也丢掉了。 杀了这玄蛇魔宗的弟子, 林霄取下他的储物戒, 查看了一下。 这次的储物戒里, 东西还真不少, 不过大部分都是兵级巅峰武学, 以及一些繁品地器, 还有少量的中品零食。 除了中品零食, 其余的东西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他打算出去之后, 直接把这兵级巅峰武学, 送到八仙国去。 他要在玄武大陆立足脚跟, 八仙国就必须变得强大起来。 现在天朝帝国的武者, 已经陆续通过海岸线, 进入八仙国, 在那里进行修炼。 这个级别的武学, 那可是非常重要的。 八仙国虽然远, 但以他如今的速度, 最多两天就可以抵达了。 在路上, 还可以一边赶路, 一边参舞摩尊剑绝。 他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目前来说, 在不进行兽魂变身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轻松击败普通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中期, 修为以下的武者。 普通兽魂变身状态下, 可以轻松击败普通十五层地狱后期, 修为以下武者。 无极天署兽魂变身状态之下, 则可以击败普通十五层地狱巅峰修为武者, 虽然要花点时间, 但也不算太难。 这紫神兽魂觉醒之力, 带来的力量上的提升, 真得让他有些惊讶, 比他想象中的, 要强大不少。 如果运用了霸天武魂, 他相信, 以他现在的修为, 就可以硬刚普通, 一转阴阳镜十六层地狱前期修为武者, 即便赢不了, 也不会输。 当然, 这些说的都是大部分的普通武者, 天才则另说, 毕竟很多天才, 拥有的天赋可不输给他。 这基本就是他现在的情况了。 虽然实战之中, 可能会出现许多意外, 但大多都不会影响太大。 当然, 如果修炼了魔尊剑决的话, 出意外的可能性就会更低了。 而且, 在面对真正的天才武者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武技的欠缺而吃亏了。 所以, 魔尊剑决的修炼, 至关重要。 老大, 这个女人怎么出脸? 小金已经替灵霄, 抓回了那企图逃走的女武者。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灵霄冷冷一笑, 将魔尊屠戮一甩, 那女武者, 直接被送进了魔尊屠戮的世界之中。 那里面, 可是有很多被这女人出卖的同门, 她的结局会如何, 已经可想而知了。 她现在虽然对这魔尊屠戮, 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不过困进去个人还是没问题的。 最起码, 实力不如她的, 肯定没问题。 这东西, 应该属于精品地气级别的法宝。 戴在身边, 能够不断补充她的潜能, 也没什么不好的。 至于说里面那些被困的武者, 她以后会放出来的, 不过现在还不行。 谁知道那些家伙出来之后, 会不会针对她。 做好人, 也要先顾忌, 以下自己的安全。 小金啊, 接下来再去四层逛逛吧。 那里都是一星十五层地狱巅峰实力的妖兽, 看看能不能再提升一些实力。 灵霄召唬了小金一声, 而后一人一兽, 直接就朝九层妖楼第三层狂搬去。 沿路的妖兽, 嗅到他们的气味, 都纷纷避开, 唯恐被他们逮到了。 这一人一兽, 已经成为了第三层所有妖兽的梦魇了。 在九层妖楼第四层, 灵霄只是用了普通兽魂变身, 与小金一起大开杀戒。 一人一兽, 同时猎杀妖兽。 不过效果却并不怎么好。 足足花费了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灵霄的修为海能量, 也不过就是提升了一成而已。 小金的修为海能量, 则连一成提升都没有。 看起来, 咱们是太强了, 这些妖兽已经不行了, 回吧, 不浪费这个时间了。 看看已经没了多大效果, 灵霄倒也干脆, 直接和小金离开了九层妖塔, 而后直奔八仙国而去。 路上, 灵霄始终都在参悟那摩尊剑绝。 降级武学, 参悟起来果然很难, 不过灵霄始终相信自己的悟性。 除了霸天武魂之外, 悟性则是他天生的。 这比太极眼的分析能力还要强大。 回到八仙国, 灵霄并未停留, 将大量兵集巅峰武学交给了陈不义, 机民空之后就迅速折返。 本来要花费四天的时间, 他们只用了三天。 只能说是小金和他的实力都提升了, 所以速度才会变快。 耽搁了好几天, 也不知道那九师兄方飞云, 还有灵霄臭婊子, 会不会找我麻烦。 返回魔龙剑庭, 灵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老大, 看起来你倒是很高兴啊。 小金笑道, 此时的他, 已经缩小到了巴掌大小, 飞回了寿界之中。 当然高兴了, 我现在巴不得他们来找麻烦呢, 这样我就有正当的理由 把这两货给收拾了。 灵霄说过, 他不是君子, 所以他报仇, 从来不嫌走。 只要有机会, 就绝不可能放过仇人。 哈哈, 老大你真坏, 以你现在的战斗力, 如果施展无极天署受魂变身的话, 恐怕就连那些魔使, 也未必是你的对手了。 真想看他那些瞧不起你, 把你当成废物的家伙, 现在都是个什么表情。 小金哈哈笑道, 我倒是不在乎那些虚荣, 只要能够报仇, 就可以了。 灵霄对于别人的看法, 向来不是很在意, 他只是无法容忍那些, 因为他弱小, 就欺凌他的人。 所以他变强之后, 自然要找那些家伙报复。 说话间, 灵霄已经踏入了魔龙剑庭的范围之内, 把他拿下。 突然, 一声抱贺响起, 而后, 便有两名舞者将他拦住。 灵霄抬头看了一眼, 这两名魔龙剑庭的舞者, 衣服上有天魔府的标志, 应该是天魔府的弟子。 两人的实力, 可都不弱。 一个是一转阴阳进十五层地狱前期修为, 一个是一转阴阳进十五层地狱中期修为。 而且灵霄认得, 这两个家伙, 当初在他跟着灵羹前往天魔府的时候, 可是没少嘲笑他。 不过这点小愁, 他怎么会计较呢? 灵霄冷冷笑了笑道, 我乃天魔府弟子灵霄, 你们拦住我是什么意思?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77章, 死罪! 灵霄死定了? 小子, 你不要明知故问了, 既然离开宗门三天时间, 我们有理由怀疑你通敌, 背叛宗门。 其中一人冷冷道, 通敌? 背叛宗门? 不要说笑了好吧?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 魔龙剑庭的规矩里说, 只要是七天之内赶回宗门, 就算是去外面修炼, 也没有任何问题。 怎么到你们这里, 就成了通敌了? 灵霄的眼神, 突然冰冷下来, 这两人摆明了, 是来找茬的。 少废话, 灵霄魔石有令, 只要你一出现, 立即抓捕。 灵霄? 就那个臭婊子, 简直公报私仇。 灵霄这话是说出来的, 可不是在心里投降。 那两人吓了一跳, 其中一位更是勃然大怒, 竟然敢辱骂灵霄魔石, 找死。 他怒吼一声, 扑向了灵霄。 你一个废物, 被十三位魔将瞧不起的弃子, 竟然敢如此大胆, 杀了你, 也没人会责怪我。 杀我? 灵霄的嘴角, 勾起了一抹残忍的冷笑。 这是你找死, 不要怨我。 眼看着那舞者, 已经距离灵霄, 只有不到一尺左右。 灵霄突然伸出右手, 一直点出。 风锐的剑气, 瞬间击碎那舞者手中的长剑, 并且刺穿了齐咽喉。 不, 不可能。 舞者留在世上最后的话, 就是这么几个字, 而后倒地, 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你也要来试试吗? 灵霄扭头看向了另外一名舞者, 冷冷道。 不, 还是算了吧。 求求你饶了我,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那舞者战战兢兢地说道。 在他眼里, 灵霄几乎化身一尊魔鬼, 太可怕了。 学乖了就好, 我这人还是非常仁慈的。 扛着这个废物的尸体, 跟我一起去见灵璇那个臭婊子。 灵霄冷笑一声, 招呼道。 是是是, 那人哪里敢拒绝, 直接背起同伴的尸体, 颤颤巍巍地走在了前面。 不过他心中却在诅咒灵霄, 不管你多厉害, 都不可能是九师兄的对手, 更不可能是灵璇魔石的对手, 敢这么猖狂, 待会儿有你好受的。 我现在先忍着。 灵霄当然不知道, 这家伙心里头想些什么, 不过他并不在意。 对他而言, 真巴不得灵璇和方飞云对他出手呢。 这样, 他就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报复了。 前面, 扛着尸体的舞者, 走得很快。 大概是极着想要找到灵璇, 或者方飞云给他出气吧。 灵霄也加快了脚步。 反正只要那天魔将不干涉, 他还真不怕任何一个魔石。 一路上, 没遇到什么人, 估计都在训练场呢。 而那舞者所走的方向, 也正是训练场的方向。 灵璇和九师兄方飞云, 负责的, 就是普通弟子的训练。 所以, 两人在训练场上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看到灵霄出现, 几乎所有的普通弟子都露出了惊讶而又困惑的表情。 灵霄来到魔龙剑亭之后, 除了第一天之外, 就再也没有露面。 虽然这并不违规, 因为魔龙剑亭的规矩很自由。 舞者的修炼是需要出去闯荡的, 只要七天之内赶回来, 就不算什么。 但问题是, 这却惹恼了魔使灵璇和九师兄方飞云。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如果这两位说灵霄该死, 那灵霄恐怕还真就该死了。 本来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可当他们看到, 去接灵霄两个舞者之一, 居然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的时候, 又不明白了。 难道是这小子杀的? 他不可能有这种实力啊。 是不是他杀的已经无所谓了? 本来他擅自离开魔龙剑亭三天, 就已经惹恼了魔使大人。 这一次, 已经在劫难逃了。 现在居然还敢杀人? 这不等于是给了魔使大人, 灭了他的机会吗? 是啊, 灵璇魔使的弟弟林飞扬, 可是在入门考核的时候, 被灵霄欺负得很惨。 他心里头憋着火呢, 灵霄这完全就是往枪头上撞啊。 九师兄也一早就不爽他了, 因为他竟然敢跟齐齐师妹搅合在一起, 九师兄好像很喜欢齐齐师妹呢。 众人窃窃私语, 议论纷纷, 对于灵霄的命运都表现出了非常高度的关注, 以及幸灾乐祸。 并不是因为灵霄讨厌, 仅仅因为灵霄是个弱者, 敢跟九师兄抢女人, 他也配,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运, 拿了三连罐, 还是魔将大人们火眼金睛, 知道他是个废物, 所以都不愿意收为清传弟子。 就是就是, 九师兄的脾气可是很不好呢, 听说以前就因为一个普通弟子, 捡到了他扔掉的垃圾法宝, 还拿出来使用, 就被他给杀了。 这灵霄死定了! 死了也是活该, 一个新入门的普通弟子, 就该乖乖地被人欺负, 居然跑出去躲着。 你说你躲着, 也就好了, 居然还敢回来, 简直白痴。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灵霄居然不生气, 他只是感觉到, 一个弱者, 真得是没有地位啊, 真得是无比的可悲。 如果他是强者, 这些人绝对不敢这么说他。 摩石大人! 摩石大人! 您要给弟子做主啊! 突然, 那个扛着尸体的弟子, 大叫了起来, 因为他看到了灵璇, 还有就师兄方飞鱼。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派去, 跟你一起缉拿灵霄的人吗? 怎么死了? 谁杀的? 灵璇也有些吃惊, 他派去的这两人, 可都是一转阴阳镜 十五层地狱修为武者, 一个前妻, 一个中妻。 怎么可能在宗门内部, 还被人杀了? 我杀的! 灵璇淡淡说道, 放屁! 以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 灵璇骂道, 摩石大人, 真得是他杀的啊! 那家伙不知道学了什么武学, 竟然实力大增! 跪在地上哭喊的弟子, 大声说道, 真得是你! 灵璇这个时候, 站起身来, 皱了皱眉, 璇璇却又露出了笑意。 哈哈哈哈, 灵璇啊灵璇, 你可真得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他本来还想着, 如何给灵璇定一个死罪呢? 毕竟说, 灵璇通敌的证据实在不足, 但灵璇既然敢残害同门, 这一点, 就是死罪!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灵璇依旧是淡然无比的表情, 面对灵璇, 没有丝毫的距移。 哼, 居然还在装枪做事, 你的神火, 对我已经没用了。 灵璇已经找到了一件, 可以隔绝神火的法宝, 虽然说隔绝时间不到十秒, 但仅仅这十秒, 就足够他击杀灵璇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978章, 见死不救, 天魔将的冷漠。 我已经找到了克制你神火的办法, 以我的实力, 三秒钟就可以将你杀死。 灵璇看着灵璇, 透出了一抹冷意。 是吗? 那得恭喜你了。 灵璇轻笑道, 没别的事情, 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修炼了好几天, 真是够累了。 面对魔使灵璇的威胁, 灵璇竟然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这让那些普通弟子们更为光火。 他们渴望看到灵璇那惊恐胆怯的表情, 或许只有那样, 才能满足他们对弱者的恶意。 你小子是在开玩笑吗? 灵璇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他不明白, 听到自己的话, 灵璇为什么还能表现得如此淡定? 他愤怒地咆哮道, 你可知道, 残害同门在魔龙剑庭就是死罪。 你不仅离开宗门三天没有回来, 而且一回来就杀害同门。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你跟敌人有某种勾结, 你求饶也没用了。 除非魔将替你求情, 否则的话, 你这条小命就彻底没了。 不过, 我相信, 你这个被魔将们抛弃的废物, 也没人会替你求情的。 哼, 我一回来, 他就给我扣上了通敌的罪名, 还要杀我, 我难道不能杀他? 而任由他将我杀了? 你是白痴, 当别人都是白痴吗? 灵璇不懈地冷笑道, 拿莫须有的罪名来害我, 就明说便是了, 干嘛那么拐弯磨脚啊? 想公报私仇, 动手呗。 他迫不及待地等待摩使灵璇出手, 面对这个臭婊子, 他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和怜悯, 有的只有杀意。 好, 你既然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灵璇已经被灵骁那无所谓的态度给惹毛了, 好像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似的, 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 他那冲天杀气, 在一瞬间爆发出来, 吓得训练场上那些弟子, 都纷纷躲开。 灵璇魔使, 消消气, 杀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根本不劳您亲自出手。 还是我来吧。 我忍这小子, 也已经很久了。 就在灵璇准备动手的时候, 九师兄方飞云站了出来, 他一直等待着, 可以杀死灵骁的机会。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灵骁和消气气的关系太好,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交给你。 灵璇看了方飞云一眼, 随即点了点头道, 也是, 这种小角色, 如果我亲自动手, 怕是传出去, 人家说我以大欺小。 你和他年纪相仿, 正好由你来收拾他, 足够了。 不过这边训练有点紧, 如果你一分钟之内, 还不能解决问题, 我就要亲自动手了。 魔使放心, 根本用不了一分钟, 最多十秒就搞定。 方飞云也得到了抵御神火的方法。 虽然同样是只能抵御片刻, 但他相信, 以他的实力, 这点时间, 足够击杀灵璇了。 他抬头看向了灵璇, 脸上, 竟是轻蔑不懈的表情。 眼神中, 却又透着可怕的杀气。 骤然, 他的手中多了一把宝剑, 而后身形一闪, 朝着灵璇杀气。 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后期, 修为的战斗力, 完美爆发。 除了没有换出武魂之外, 他这攻击, 算是够狠了。 之所以没有用武魂, 还是对灵璇的不屑。 杀一个灵璇, 用得着武魂吗? 住手! 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了一声怒吼。 正是魔使灵羹。 灵羹身为魔使, 在弟子之中, 自然也是有一定威望的。 毕竟, 他是负责天魔府的奖励发放的。 得罪了他, 很多弟子连奖励都得不到了。 所以, 早就有人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给了他。 灵羹并没有第一时间赶来, 因为他知道自己来了, 也未必能拦得住灵璇。 灵璇的实力, 可比他更强。 虽然修为相当, 但这一点, 他必须得承认。 他直接去找了天魔将, 希望天魔将可以救下灵骁。 天魔将本来不想过来的, 可是在最喜爱的徒弟, 萧淇淇的恳求之下, 才不得不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是跟灵羹一块出现的。 当灵羹发出吼声的时候, 还真得把方飞云吓了一跳。 他回头看了一眼天魔将, 发现自己的师尊, 竟然根本就没有阻拦他的意思, 心中顿时明白了师尊的意思。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自己的师尊天魔将也讨厌灵骁, 跟萧淇淇混在一块。 所以一直都想弄死灵骁呢, 结果机会还没找到呢, 灵骁居然溜出去好几天才回来。 想明白了师尊的意思。 方飞云才不会去管灵灯的怒吼, 再度酝酿恐怖的力量, 手中长剑再一次杀向了灵骁。 灵羹和萧淇淇都冲了过来, 企图阻拦。 可是距离太远了。 这段距离, 除非是天魔将亲自动手, 否则, 无人能够救下灵骁。 灵璇的嘴角, 仰起了一抹冷漠的笑意。 围观的许多弟子, 全部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他们极度灵骁, 眼红灵骁, 再加上灵骁又那么弱, 所以他们更乐意看到灵骁倒霉。 嘿嘿, 这就是建王朝, 就是魔龙剑庭啊。 拿到了入门考核的三连冠又如何, 不知道学乖, 不知道养人鼻息, 就得死。 说的是, 成为魔龙剑庭弟子, 看似疯狂, 实则与囚徒差不多, 稍有不慎, 便要丢命。 这灵骁, 也是, 给咱们敲响了警钟啊。 在众人议论之际, 方飞云的攻击已经到了。 手中是一把反品地气级别的兵刃, 感觉品质不亚于魔龙剑, 而他所用的招式, 竟然也是兵级巅峰武技, 而且还是大成火后的兵级巅峰武技, 比之前灵飞阳和萧綦记所用的招式, 都要强大。 虽然没有用武魂, 但这一招, 如果击中, 人们相信, 灵骁必死无疑。 刹那间, 剑光闪烁, 黑气缭绕。 方飞云手中的剑, 仿佛化作了一条黑色的长蛇, 狠狠地朝着灵骁的脖子上撕咬过去。 方飞云你敢杀他, 我就杀你。 肖琪琪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除了父亲和母亲之外, 肖琪琪觉得, 灵骁是对他最好的人了。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可是他觉得, 待在灵骁的身边, 很有安全感。 他不想失去灵骁。 可他越是如此, 方飞云就越是愤怒。 我做了那么多, 没想到, 你竟然还是对这个废物那么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杀了这个废物, 看你还能怎么样。 方飞云咬紧了牙关, 在他看来, 肖琪琪的狠话, 不过是一时间的气话而已。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79章, 轻松击退, 方飞云你太差。 在方飞云看来, 肖琪琪绝对不可能, 因为他杀了灵骁就一辈子记恨他。 小孩子嘛, 过一段时间, 自然就会忘记, 今天所说的一切了。 所以他的剑, 没有丝毫的停留, 更没有丝毫的迟疑。 静止往灵骁的咽喉刺去。 所有人都认为, 灵骁死定了。 灵羹更是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他真得不愿意, 看到如此一个天才, 惨死在他的面前。 但灵骁的脸上, 却古井不波, 就仿佛即将被杀的人, 并不是他, 而是别人死的。 眼看方飞云的攻击, 已经到了他的咽喉附近。 他的右手在突然抬起, 右手化作了如同妖兽一般锋锐的爪子。 他甚至没有用剑。 而后,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之下, 他的爪子将那把锋锐的长剑直接抓住。 狂暴的剑气在一瞬间被击碎, 竟然没有掀起丝毫的风浪。 这怎么可能? 灵骁居然如此轻易, 就挡住了九师兄方飞云的攻击。 不可思议, 如同做梦一般, 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想要看清楚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到底是不是事实。 你就这么点攻击, 在我面前嚣张什么? 废物? 到底谁是废物? 你居然跟我一样是三连挂? 这么垃圾的水平, 真是让人失望。 灵骁将手一甩, 方飞云竟然连人带剑, 一起被甩了出去。 虽然说很快就站定了, 可他脸上那无比惊恶的表情, 却代表了所有人此时的想法。 虽然, 他并没有动用权力, 没有召唤武魂, 可是他已经动用了大成火后的兵级巅峰武技啊。 就算是同等修为的舞者,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挡住他的攻击。 灵骁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 这! 我不是做梦吧? 灵骁竟然这么强, 居然如此轻易, 就挡住了九师兄的攻击。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眼花了, 他甚至连兵刃都没有动用啊, 徒手就挡住了。 那是兽魂变身的局部变化, 只能增加手部防御和攻击, 但即便如此, 他也不应该这么厉害啊。 难道他当当说的是真的? 那位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妻修为的师兄, 真是被他杀的。 我的天,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三天半时间, 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之前还幸灾乐祸的那些人, 都露出了有些惊恐的表情。 他们怕灵骁报复。 弱者一旦强大起来, 那报复可是非常恐怖的。 肖琪琪和灵羹虽然震惊, 但却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意, 松了一口气。 反观方飞云和灵玄, 那脸色就差不多铁青一片了。 尤其是首当其冲的方飞云, 感触最为明显。 灵骁的修为, 绝对已经不是曾经的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前妻。 你这家伙, 竟然一直隐藏实力, 你的修为, 是什么时候达到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妻的? 他愤怒地吼道, 方飞云的话, 犹如一旦激起千层浪, 再度扔下了一枚重磅霹雳弹, 人群中彻底炸开锅了。 居然是一转阴阳镜十五层地狱前妻修为! 真得假的呀! 肖琪琪之前, 也不过就是这个修为吧? 灵飞扬还只是十四层地狱巅峰修为呢? 那个时候, 灵骁只是一转阴阳镜十四层地狱前妻修为呀! 正因为年龄十六, 修为才刚刚突破一转十四层地狱, 所以才会被认为是废物, 没有办法再提升了。 可这家伙, 怎么一下子就飙到了一转十五层地狱前妻了? 鬼才知道, 它消失的三天半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是, 有了什么奇遇? 这狗运也太好了吧? 这算不算天才? 废话, 当然算了, 之前还以为它是个废物, 最起码在修炼天赋上是这样。 可现在看起来, 它的天赋, 恐怕一直都被插进的修炼资源给拖住了。 搞不好, 比灵飞扬, 萧琪琪, 甚至方飞云都要可怕。 众人的议论, 天魔将自然也听到了。 此时的他, 也无比的震撼。 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都一转十六岁了, 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三天半时间啊, 这根本就是逆天了。 如果这样的家伙, 还不是天才, 什么才是天才? 小旗舰, 你刚刚喊什么呀? 难道你不相信大哥哥能保护你吗? 灵霄没有去看震惊的方飞云, 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看向了萧琪琪, 笑着对他说道, 是琪琪不对, 琪琪不该怀疑大哥哥的实力的。 萧琪琪已经破涕而笑, 跑到了灵霄的身边, 抓着灵霄的手一个劲儿, 晃着。 大哥哥,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九师兄那么强的人, 居然被你那么轻易, 就击败了。 他很强吗? 不过就是个井底之蛙, 自以为是的废物而已。 灵霄不屑地说道, 这一句话, 让方飞云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他怒吼道, 琪琪, 走开, 灵霄善杀同门, 罪该万死。 我要清理门祸, 竟然敢说, 我是井底之蛙。 我刚刚不过是, 没有用武魂而已。 你真以为你能比我更强? 在方飞云看来, 灵霄用了兽魂变身, 虽然只是局部变身, 但他却没有用武魂, 这就是吃了亏。 一旦他用了武魂, 那必然会无比强大。 旗舰, 你先让一让吧。 大哥哥杀了这个废物, 就陪你一起玩。 灵霄微微一笑道, 那好吧, 大哥哥, 你要小心点。 萧琪琪走到了一旁, 两只小手捧着下巴坐在了一处石凳上, 晃悠着双腿看了起来。 方飞云, 你可真是找死的典型啊。 那个灵玄公报私仇也就罢了, 可我灵霄从未招惹过你, 你居然要来杀我。 仅仅就因为我与琪琪的关系亲密吗? 简直不可理喻, 既然你想死, 我便成全你就是。 灵霄瞬间进入到了霸雪魔龙兽魂变身之中, 对付区区一个方飞云, 根本没必要用无极天署受魂变身。 这样就足够了。 好了, 都是同门, 何必如此斤斤计较呢? 今天的事情, 的确是飞云不对, 但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就算是扯平了吧, 以后都是我天魔府的好弟子。 就在灵霄准备动手击杀方飞云的时候, 天魔将站了出来。 灵霄对这家伙, 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他要被杀的时候, 这家伙一声不吭。 现在他要杀方飞云了, 这家伙却出来阻止。 如此偏袒自己的清传弟子, 灵霄可不答应。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980章, 这个弟子脑子有坑。 实际上, 天魔将认为, 自己摆平这件事, 不计较灵霄的罪责, 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 灵霄不仅不应该责备他, 还应该对他感激涕零。 他看着灵霄, 等待着灵霄对他的感激。 如此一来, 方才能显示出他的宽宏大量。 何必斤斤计较? 灵霄的脸上露出了冷漠的笑意。 天魔将大人, 方飞云方才要杀我的时候, 可没见您出手阻拦啊。 您身为第一魔将, 可不能如此偏袒啊, 传出去鸣声不好听。 放肆, 你怎么对天魔将说话的? 灵更急了, 因为他觉得灵霄这样做会得罪天魔将, 以后在魔龙剑庭会更加难混。 但他并不知道, 即便灵霄不这么做, 天魔将也不可能让灵霄活着的, 只不过碍于面子, 不好亲自动手罢了。 毕竟灵霄打了所有魔将的脸, 这对于爱面子的魔将们而言,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灵更还是太天真了, 不如灵霄看问题透彻。 灵更, 你闭嘴! 天魔将爆喝一声, 旋即看向灵霄道, 本作也不怕告诉你, 之前之所以没有阻拦, 是因为觉得, 你根本就是个废物, 不值得本作出手阻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这一次就更不应该阻拦了, 因为相比我, 你的弟子方飞云更加废物。 灵霄讥讽道, 你…… 天魔将一时间哑口无言了。 的确, 按照他的理论, 既然方飞云是废物, 灵霄要杀他, 就不该被阻拦才对。 师尊! 请您给弟子一个机会, 弟子要堂堂正正地将灵霄击败。 这个时候, 方飞云说话了。 我要当着所有天魔府弟子的面, 击杀这个不守规矩, 顶撞师尊的家伙。 让所有人都明白, 清传弟子, 是不容忤逆的。 让所有人明白, 师尊您是绝对不能顶撞的。 为此, 弟子希望, 没有任务在身的清传弟子和魔使, 甚至还有魔将副手, 都能前来观战。 说到这里, 他又看向了灵霄道, 小子, 你敢吗? 敢当着天魔府所有人的面, 与我方飞云一战吗? 有何不敢? 灵霄想都没想, 便回答道。 很多人都以为, 灵霄方才挡住方飞云一击, 不过是巧合而已。 即便是真得挡住, 那也是因为方飞云没有认真动手而已。 灵霄是得了便宜, 又卖官。 所以这一次, 肯定是不会答应公开对决的。 然而灵霄的回答, 却出乎他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竟然答应了, 而且答应得毫不犹豫。 这家伙傻了吗? 他莫非真以为自己是方飞云的对手? 一次巧合挡住了方飞云的攻击, 就如此自大狂妄, 离死也不远了。 他们始终认为, 灵霄和方飞云, 虽然同时入门考核的三连贯, 灵霄甚至还打破了所有的记录, 但魔匠们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魔匠们既然认为灵霄是庸才, 是废物, 那就一定不会假。 真是白痴, 既然不知道方飞云师兄故意让着他, 还在那里嘚瑟。 是啊, 方飞云师兄大概是看到魔匠大人来了, 所以才手下留情了, 才给这可怜虫产生了一种错觉, 以为自己真的能够与师兄对抗了。 哎, 这就叫不作死, 便不会死啊, 明明天魔匠大人都已经出面调停了, 是连那小子面子, 饶恕了他的一切罪过, 他居然还不知足。 跳什么跳啊, 傻貌。 嘿嘿, 你们不觉得, 他被方飞云师兄当着天魔府所有人的面积杀, 会更刺激吗? 倒也是, 幸亏这丝脑子里有坑, 估计是幻想, 自己可以击败方飞云师兄来证明自己。 同时也证明, 魔匠们看错了, 证明他是个天才。 但可惜啊, 魔匠们又怎么会看错呢? 方飞云师兄, 更不会输啊。 我甚至怀疑他的修为都是假的, 应该是修炼了什么特殊的武学, 可以虚张声势, 其实只是个直老虎而已。 人群的议论, 彻底把灵霄批判得体无完肤。 在这些人看来, 好像他就是一个不自量力的白痴, 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天魔匠的心里, 很不舒服。 灵霄竟然赶搏他的面子。 虽然灵霄那番话说得没错, 可他是天魔匠, 这四竟然赶搏他的面子。 既然如此, 就让这四在所有人面前出丑吧。 给你们两个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就在天魔府的生死台上, 一蹶高下。 天魔匠终于开枪, 飞云, 你有信心吧? 师尊大可放心, 弟子有十足的把握取胜。 方飞云冷着脸道, 方才, 不过是弟子一时失察, 没有察觉到他的修为提升而已。 可即便他的修为提升到了, 一转阴阳进十五层地狱前期, 又如何? 弟子的修为, 可是一转阴阳进十五层地狱后期, 而且, 还拥有他没有的兵级巅峰五计。 如果这样都无法战胜他, 弟子愿意一死谢罪。 好, 有志气, 有胆气。 天魔匠点了点头道, 林庚, 林庄, 你们两个, 立即通知所有天魔府没有出任务的人, 全部在生死台附近集合。 本座倒要看看, 一个出入门的弟子, 是如何战胜本座已经培育了两年的清传弟子。 他此时心中也是暴怒不已。 只不过, 这老家伙很会隐藏, 从表面上, 绝对看不出他怒气冲天。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林庚和林玄四处奔走, 召集天魔府的弟子以及统领们。 所谓统领是凌驾于魔史之上, 而位于魔将之下的存在。 他们的修为, 一般都在一转阴阳境十六层地域修为。 每个魔将府, 基本上都会有几个统领存在。 天魔府拥有八大统领, 十六个副统领, 也是十三个魔将府中最多的。 另外, 还有上百个修为低于副统领, 高于魔史的亲卫弟子。 所谓亲卫弟子, 一般修为都在一转阴阳境十六层地域前期到中期。 他们实力强大, 但是年龄往往比较大。 有的可能已经是一转上百岁, 甚至两百多岁了。 这些亲卫弟子, 隶属统领掌控, 虽然实力比魔史要强, 但权力并没有魔史那么大。 魔史的存在, 很特殊, 他们的修为不弱, 而且天赋也不弱。 他们如果在一定年龄阶段, 晋升到十六层地域修为, 那么就会直接变成副统领, 而不是亲卫弟子。 如果超过了这个年龄, 那就只能是亲卫弟子了。 年龄限制, 一般是三十岁, 也是决定一名武者天赋的关键年龄段。 这些, 还是灵霄加入魔龙剑庭之后才知道的。 本章完, 您请问他准备这些团队和消灭力。 这些团队还 był弄灭的关键。 不好意思.